到底是什么样的荒野骑女子 竟然在野外过上了 简直是度假一般的生活 而这样的生活 全都是靠着她一双手 独立打造出来 看看这满是尖刺的防御庇护所 好家伙 那绝对是老虎见了都流泪 狮子遇见也心碎的节奏啊 不仅是如此 老之前还打造过 恶暖时制作的河边庇护所 睡在里面那叫一个巴士的板 不过要说这些建筑哪一个最厉害 那必须所以说这一个爱心欲齿了 泡在里面那绝对是大家的最爱啊 已经独自在荒野待了两个半月的宝妹 此时可以说是已然习惯了 这样简单而原始的生活 有了打造出了的简易庇护所后 宝妹的日子也是逐渐好了起来 不过想要让自己在这荒郊野外过得更加舒服 那么一张床可是不可或缺的 毕竟每天睡在坚硬而寒冷的地面之上 不仅是不舒服而且对腰也不好 于是乎 接着宝妹准备先打造出一张竹床来 为此 宝妹可是对着砍来的大竹子切割了起来 毕竟利用竹子打造竹床的效率 可是要比打造木床高效快捷得多 打造竹床那必然是少不了立柱部分的 竹床床面部分可是要远离地面才行 这个季节还好 要是雨季来临 地面相当的潮湿 太靠近地面的话对身体可是不好 要知道在野外最怕的就是得病 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感冒 都有可能带来极大的伤害 在将立柱以及衡量部分铺设完毕之后 接下来宝妹便要准备制作床面部分 按照自身的高度 宝妹先是将长度足够的大竹子劈砍开来 接着便可以利用这些竹片来铺设床面了 不过话说竹片劈砍得不够平整 这样的睡上去怕是有些隔得疼啊 也不知道宝妹晚上睡上去好不好 舒不舒服 不过整个竹床整体看上去还是十分的不错的 至少比睡在地面要舒服得多吧 竹床部分处理完毕之后 下一步宝妹考虑的便是四周的墙面部分 毕竟四面通风夜间可是难受而且没有了墙面的遮挡 安全性方面也是一个问题 为此宝妹先是在墙上加装了一根横梁 横梁竹子中间是砍出了凹槽的 这样的便可以将竹条一一地卡在里面 形成竹墙来 不过就是宝妹的这道竹墙高度不高 防护性能上差了一些 但是也正是因为高度不高 这样的采光性才会比较的不错 总的说来是有的也有事吧 当然其他三面墙面都做了处理 这正前方也是要处理一番才行的 唯一的区别便是正前方是预留了门洞位置的 毕竟不可能每天翻墙进出吧 将整个房屋的竹墙部分一一地搭设完毕之后 宝妹还用锄头 把门前的第二阶平台部分给好好的平整了一番 看样子这个位置处是要做上一些建设的 只见宝妹先是拿上了竹子 对着平台部分比划了一番 测量好了长度之后 便开始拿上锯子 按照测量长度切割起了竹子来 最后切割出了大量的短竹片 这些竹片的长短正好是台阶的宽度 将它们整齐滑一地铺设到台阶之上 这样的话即便是下雨天 台阶部分也会比较的干净的 不仅是第一阶台阶部分 下面的第二台阶部分 宝妹也是按照了相同的手法 对着台阶铺设上了大量的竹片 使其看起来十分的漂亮 整个房屋这部分处理完毕之后 宝妹也决定从一旁打造的树上平台搬离下来 毕竟屋子已经是可以居住了 夜间也不怕了 将背包放置好之后 宝妹这才身心放松的 坐在了平台前方 感受着小屋的美 欣赏着大自然的风景 这样的日子让她倍感轻松 十分地享受 至于竹床的效果 看看宝妹睡在上面的姿势就知道了 那是绝对是既舒服有安心的模样啊 好好的休息了一夜之后 一大早的宝妹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建设工作 毕竟想要在野外过得舒舒服服 那么不断地完善自己的荒野家园 那可是十分重要的 宝妹不仅是砍来了不少的竹子 而且还将门前的一大片杂草和灌木给全部清理掉 因为接下来她要在这个位置搭设一些建筑 拿上手里铲的她可是对着地面就开凿了起来 在地面挖出来了不少的深深的坑洞 随后又将砍来的竹子在不同的位置比划了起来 这一看就是要在这个地方搭设新建筑物的节奏 只是目前位置还无法看出宝妹到底是要搭设何种建筑物 将干燥而粗大的竹子一一地聚个人 这部分竹子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用来挡住立柱部分的 毕竟宝妹在竹子上面可是砍出了不少的凹槽 这样的话后续将细竹子卡在里面就会十分的稳固 果然 准备好立柱之后 宝妹便将其放置到了挖掘好的深坑之中 成为了立柱部分 紧接着又是分别采用了两根长竹子 一端搭设在远端的立柱之上 另外一段则是搭在了近端的立柱以及第二阶梯之上 放置好长竹子之后 宝妹便开始回天移动 将立柱周围给夯视 防止立柱出现偏移 两根长竹子之上必然是要处理的 从宝妹切割出来大量的大竹子 基本上便能够看多出来 只要将它们劈砍成竹条的话 其长度正好是要比竹子间距宽上一些 再将它们一一地铺设到竹梁之上后 便是一道竹桥一般的走道 这部分的活迹整体上来说还是不难的 宝妹铺设起来也是十分之快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整个竹面部分便算是铺设完毕了 最后再将其利用竹条压住 并在固定的位置进行绑扎牢固采行 否则走在这走廊之上 一不小心将竹面采开的话 那可就危险了 绑扎的材料宝妹也没有采用树藤 而是用了带来的为数不多的铁丝 毕竟这部分材料的牢固性可是非常重要的 宝妹还在后面特意地给走廊中段 加装了两根立竹 保证整个走廊不会出现意外 原本以为走廊制作完毕之后 宝妹会在走廊两侧加装上护栏杆 毕竟她正在动手制作的东西 看起来有些像是护栏的模样 一根长木棍中间先后穿插进去了四根竹子 这看起来就是护栏的感觉 但是没想到这竟然不是护栏 仔细一看 四根竹子直接被两两一致地做了交叉形状 而在长端竹子的远端 竹子之间还加装了一组木棍 将其卡住后便无法移动开来 好家伙 宝妹是准备打造一张躺椅的节奏啊 将其放在走廊之上 躺上去看风景 那绝对是享受 不得不说 论享受生活还得看宝妹的 至于躺椅的椅子面板部分 宝妹也是有自己的想法 那便是利用竹条绑扎起来 作为一个椅子面 这样的椅子面因为是采用绳子绑扎的 为此当人坐上去的时候 会随着人形贴合部位的相撞变化而变化 显得十分的舒服 这步 花费二楼一个小时的时间宝妹 这才算是完成了整个椅子的面板部分 一看就是十分舒服的感觉 再将其铺设到椅子架子之上后 将其两端绑扎在椅子两端之上 一把相当漂亮的躺椅便算是制作完成了 此时的宝妹那是迫不及待地坐上去试了一番 感觉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错 不过为了以示尊重 宝妹还美滋滋地洗了个澡 这才回到躺椅边上 调整了一个向着外面世界看去的角度 躺在了躺椅之上 舒舒服服地看着外面的风景 以及天上的天空 这一天过得那是相当的充实啊 来到新的一天后 一大早的宝妹便挥舞起了大板 对着房屋边上的坡地开挖了起来 这一看还以为宝妹要将这片地清理出来 开始发展种植业的节奏 毕竟要是在屋子边上有那么一块菜地 以后吃菜可就方便得多了 不过随着宝妹挖掘出一大片的平整场地之后 地面的泥土全被她给扔了 这大概率不是搞种植园的菜地了 而且宝妹还拿出了竹条 开始在地面之上标记位置 看样子还是要搞建设呀 在确定好坐标位置之后 接下来手握手里铲 切土快如垫的宝妹便上线了 对着标记的位置 框框框的就是一顿挖掘 之后挖出来了四个坑洞 在挖掘好坑洞之后 本以为可以好好地休养生息一番的竹林 再次遭遇了宝妹的手具 不一会功夫 就直接抬走了几颗倒霉的竹子 接着又被宝妹直接切割成固定的尺寸 并且宝妹还拿出了凿刀 在长竹子之上开凿了起来 宝妹开凿的可不是孔洞 而是一条沿着竹子镜像的细长的口子 一共四根竹子 每一根竹子之上都开凿了口子 最后还将它们直接放入到了提前挖好的坑洞之中 并且回添泥土后 采用手里铲浆器夯实处理 以此来保证立柱的稳固 之后宝妹还特意地皮看出来了不少的竹条 这些竹条的长度正好是立柱中心间距 这样的话便可以将这些竹条一一地卡在立柱之间的卡槽之中 就像是之前铺设墙壁的做法 不过只是墙壁是竖直方向 而这个是水平方向 而且为了绑砸竹墙的整体连接性 宝妹在放置竹片的时候 还在竹条中间加转隔开了一根竹条 来回的交错后 整个竹墙部分整体性会得到很大的提升 前前后后地花费了近乎两个小时的时间后 宝妹才算是将竹墙部分给彻底地打造完毕 一共三面竹墙 第四面也就是正前方的这一面 只是顶部加装了30多厘米的竹墙 之后的宝妹则是利用棕榈树叶做成了简单的容器 将其挑在木棒之上 便可以一次性地大量收集回来黄泥土 这些黄泥土可是十分重要的材料 采用山泉水将其混合之后 在进行充分地搅拌之后 便有着极佳的粘性 将其作为墙面材料来说 可是不错的选择 毕竟宝妹打造的这个物件 其实是一个超大的火炉 黄泥土具有极佳的耐火性能 将其涂抹在竹片之上后 便可以有效地防止竹墙被烧毁 为此 涂抹时优先从火炉内部涂抹 并且内部的泥土厚度要比较厚才行 太薄了的话 也是不能长时间承受烈火的制靠 在将内部涂抹完毕之后 接下来便是外部的黄泥土涂抹了 这部分工作讲究一个慢工出细活 看看宝妹涂抹的墙面 可以说是十分细腻和丝滑 看起来美观度极佳 而且在火炉的顶部 宝妹还特意地留下了一道烟囱 这样使用的时候便不会担心烟雾迷药 至于火炉内部的话 中间位置 宝妹可是加装了一层竹子 方便后续烘烤食物等 花费了大半天的时间 宝妹的火炉便算是彻底地打造完毕了 十分地漂亮 当然 打造好之后 那必然是要试用一下 才能知道火炉的效果如何 为此 宝妹可是在下方升起了火堆来 看看这旺火那是真的很旺 有了火炉的情况下 今儿的餐食自然是不能随意对付 宝妹可是想办法搞来了一只鸡 将其好好地清理干净 并且采用调料腌制一番之后 用来做烤鸡可是再好不过 而且火堂内的上层烤架 便是最佳的烧烤位置 将其放进去之后 只需定时地翻转一番便可 毕竟这个火炉内的热量 能够来回地循环 绝对是烤肉的不二之选 随着时间不断地流失 里面的烤鸡也是越发地成熟了起来 外表看起来焦黄焦黄的十分诱人 烤鸡的香味也是不断地散发开来 真担心一不小心引来豺狼虎抱傻的 最后烤好的烤鸡简直叫做完美 忙碌了一天的宝妹 也是迫不及待将地将她给拿来出来 随即开启了今日份的大餐 吃得那叫一个无比惬意啊 爽 美滋滋地睡了一觉的宝 一大早地就在打扫起了自己的荒野家园 毕竟美女在哪都是十分爱干净的 不过说到爱干净 这几日宝可是没有机会好好地洗个澡 尤其是每天的建设工作又重 为此浑身早就是被汗液浸泡得黏糊糊的 于是乎 宝决定今儿要打造一个洗澡池子出来 同时也能将其用作生活用水的储存点 在门前的左侧好好地清理出一块场地 并且利用板厨将其平整好之后 宝便开始计算起了水池位置和尺寸 最后又不断地砍来了大量的竹子来 毕竟建设水池的话 竹木材料可是少不了 而竹子材料收集和使用要比木头方便得多 尤其是根据所需的尺寸切割起来 竹子内可就要快捷得多了 手里有锯子的宝 不一会的功夫便切割出来了大量的竹节来 并且将其中大部分的竹子劈砍成竹片 以方便水池的建设 随后宝先是将这些竹片 一一地铺设到底部的两根大竹子之上 这是要铺设出一个竹子走廊的节奏 宝的这个水池位置大概率是会在走廊的尽头部分 不过这个位置必然是需要架设几根立竹才行 否则两根大竹子未必能够承受得了上面的水池和水 外加宝的重量 再将地面之上挖出了四根大坑洞后 接下来宝便将准备好的四根大竹子立竹跟插入到了坑洞内 并给回填泥土后采用木棍进行夯实 以此来保证立竹的稳固性和耐久性 四根立竹主要起到支撑的作用 至于持臂部分的处理 那必然是要将其连接在立竹之上 为此宝先是在立竹之上开凿出了一些孔洞 紧接着便在孔洞内架设起了横梁来 这样的话 便可以在横梁之上铺设起水池的底面竹片 而水池的池壁部分就更加的简单了 直接在上面绑扎好大量的长竹片即可 当然这样的打造出来的池子想要蓄水的话 就这样玩活必然是不可能的 毕竟里面的缝隙可是不少 不过宝早就有了准备 带来了塑料布此时便有了用武之地 将其直接铺设到竹子池子里面 便是很好的防水材料 有着池子竹墙壁的支撑 也不担心防水部会被水压给压迫 至于水源的话 那就只能依靠宝打造的竹筒进行挑水了 毕竟它所在的位置高处可是没有水源 需要跑到七八百米之外的山泉处 慢慢地收集才行 这般的距离下 用水很是不方便 宝打造一个池水池可以说是十分有必要的 而且这个季节倒是不算太热 收集回来的水蒸发的情况下 消耗也是不会太过巨大的 唯一的麻烦就是需要来来回回地 去将山泉水给取回来 这可是一件需要耐心和力气的活 好在保卫了洗澡以及日常用水也是拼了 来来回回地跑了十几趟 蓄水池里面的水也是在不断地上升 最后宝总算是可以美滋滋地洗个凉水澡了 这几日的建设下 浑身澡就是十分地不舒服了 这下感受得凉意满满的山泉水 宝简直是开心至极 不过这也让他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日后要在其他地方建设新的荒野庇护所时 一定要选择一处水源充沛以及便捷的位置 这样才能实现每日都能随意洗澡的梦想 左美滋滋地实现了洗澡自由后 宝可是舒舒服服地睡了一个美觉 做了一个美梦 宝梦见自己飘荡在天上 十分开心 于是乎今儿的他决定将梦想照进现实 准备在火炉的前方打造出一座荒野版的秋千出来 宝先是根据心目中秋千的模样 开始不断地将竹子切割成所需要的尺寸来 紧接着又在竹子之上开凿出了不少的孔洞 这些孔洞将是后续秋千材料连接的连接孔 毕竟秋千可是需要晃动起来的 在打造好一侧的孔洞后 再将竹竿穿进去试了一试 以确保没有问题后 接着宝又将另外一端的竹筒也是如法炮制的 在上面开凿出了大量的孔洞 同时还简单地打造了一把两米多高的竹梯子 这样的话才方便它在高处搭建秋千 宝先是将串着四根长竹子的横梁绑扎在两个大树上 这一步必须牢固 为此 绑扎的时候采用的是带来的为数不多的铁丝绑扎 紧接着宝便让长竹筒两两一组 分别靠在横梁的两端 它们将是连接下端乘坐区域的主要材料 两侧的两根竹子还需拉扯开来 再在中间架设上木棍之后 便是乘坐区域底部的主体框架部分 在上面铺设上竹子的话 便是一个纯竹木打造的秋千了 按照框架底部的尺寸大小 宝拿上了锯子 将多余的竹子部分一一的锯点 便能够获取到大量的竹筒 再将竹筒内一一的P坦开来 并且将竹节部分去除掉后 这些竹片才方便铺设上去 毕竟要是直接铺设竹筒的话 荡起来秋千来的时候 容易出现滚动现象 而竹片部分就方便得多了 直接铺设上去 再采用钉子将其固定在竹木之上 可以说是十分的方便 而且相当的牢固 关键是宝的这个秋千的乘坐区域 还是两端高中间低的 带有弧度的 竹片铺设更加合适 当然 乘坐区域如此大的秋千 以其说是秋千的话 其实叫做竹子吊床更加的贴切 而且看看宝晃动起秋千版本的吊床来 那叫一个十分的丝滑呀 乘坐新的秋千吊床 那必须要有仪式感才行 为此宝可是美滋滋的熟悉打扮了一番 穿上了心爱的红肚兜 拿上了开水泡了一个泡面 接下来便美滋滋的坐在了吊床之上 开启今日份的大餐 享受着吊床的舒适 简直是不要太美啊 不得不说 论生活的话 宝可以说是玩得飞起 爽歪歪呀爽歪歪 美滋滋的吃完一餐 再舒舒服服的躺在吊床之上 来回的晃动起来 各位看官还满意疯 不过随着宝在这里待得越来越久 目前所有带来的储备物资 主要是说食物方面 那已经是为数不多了 毕竟泡面这种储备干粮都开始吃了起来 于是乎 宝最近也是在考虑食物的获取方面了 唯一可惜的是宝在打野一道之上 其实只能算一般 之前也是布置了几处打野陷阱 不过都是无功而返 今儿的他可是聚来了一大块的木敦子 当然 这可不是要利用木敦子作为版的 而是宝准备打造一个充米神器 毕竟自己带来了一些粮食 需要利用充米神器敲击成粉末才行 宝先是将大米加水后 装入大锅中 接着再将其挂在了火炉之中小火慢煮着 充米神器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装米的部分最难打造 为此 宝先是那三个的凿子对着木敦子开凿了起来 准备慢慢地将其开凿出一个大坑洞来 不过这个坑洞可是比较大而且要比较深 为此开凿起来也是一个很耗费时间和精力的活 原本宝准备是采用木炭烧红之后 将其放入到木敦之上 采用慢慢灼烧的方法来烧出坑洞 不过由于燃烧之后内部黑乎乎的 做出来的美式不好看 于是乎也就只有采用慢慢开凿的方法了 足足地开凿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这才算是开凿出了自己比较满意的坑洞来 同时还拿上了打野刀 对着木敦的外皮劈砍了起来 这样的话整个木敦看起来才足够的漂亮 配得上宝的颜值 在将木槽部分处理完毕之后 接下来便要准备充米的木棍了 这部分需要将木棍外皮打磨光滑 用起来不伤手 底部则是需要将其皮砍出圆弧形状 这样和木槽的底部坑洞比较贴合 敲击起来效果才蛮好 在使用之前 宝还好好地将木槽给清洗了一番 保证了干净又卫生 随后美滋滋地洗了个凉水澡后 又换上了心爱的红肚洞 这才拿上了木锤 开始敲击起了一种橘黄色的食材 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可使用的天然色素 一种植物的根部 看起来这敲击效果十分的不错 接下来保将烹煮好的米饭拿了出来 并且一一地将其装入到了木槽之中 而之前敲碎的植物根部 此时只需将里面的汁液挤出来 滴入到木帆之中即可 这样的话后续在使用木棍锤机的时候 便可以让橘黄色的汁液 充分地与米饭混合在一起 这种做饭就像是在制作彩色瓷巴一般 不仅是好吃 而且外观也是十分的漂亮 不过就是随着敲击粘稠的米饭 十分的耗费力气 看看宝这敲击的速度那还是越来越慢 毕竟米饭被敲碎之后十分粘稠 不过为了吃到好吃的黄色糯米瓷巴 宝也是拼了 一直坚持见此再坚持 不断地敲击之下 瓷巴看起来可是十分的漂亮 尤其是拉丝那是相当的长啊 看看这长度 怕是至少也得有个十多厘米去了 简直是绝了 前前后后的 宝可是敲击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最后才算是获取到了满意的瓷巴 真是相当的辛苦啊 有了瓷巴原料之后 接下来便是将其取出来 按照巴掌般大小的块状 一块一块地搓揉起来 再压扁成为圆饼形状 最后将其沾上一些糖粉 以此来增添瓷巴的风味 不得不说 这瓷巴看起来可是十分的漂亮 宝这真是人美心善处意好 就在这荒郊野外的都能打造起这么一片天地 制作出这般的极品美食来 最终宝一共制作出来了九块黄色糯米瓷巴 看起来可谓是色香味俱全 而劳累了半天的它 也是美滋滋地拿起了一块瓷巴 美美地吃了起来 瓷巴软糯香甜 非常的可口 吃起来实在是太好吃了 这一顿大餐吃的宝那叫一个心满意足啊 不过话说一顿就干掉了九块瓷巴 宝这食量属实是无比惊人啊 美滋滋地饱餐了一顿之后 接下来再躺在自己打造的秋千板吊床之上 那叫一个无比的惬意啊 虽然宝目前的日子过得很是不错 但是有一个大问题可是比较的麻烦 那便是带来的食物不多了 这也让今儿的宝睡觉都睡得不踏实 必须要好好地考虑如何解决才行 思索再三之后 宝心中便有了想法 拿上了打野刀的它 开始对着一根长竹竿修理了起来 想必这玩意是宝解决食物问题的关键之一了 将竹子表面的毛刺给一一地去掉之后 宝又利用锯子将其锯断开来 只剩下了大概不到两米的长度 紧接着则是开始生活 山林之中的干竹子可是生活的好材料 加上宝打造的火炉很是不错 为此很快地便升起了火来 而宝则是拿出了竹筒 以及剩余数量不多的大米 将大米装入到竹筒之中 再在里面加入山泉水 看样子宝今日的午餐 大概率是比较单一的竹筒饭了 不过能够在荒郊野外吃得饱 那已经是十分不错的了 毕竟这可不是在城市 想吃啥都能买得到 趁着煮饭的时间 宝则是拿出来了带来的两根小钢筋 拿上锤子开始对着钢筋悄悄打打了起来 将其打成了U型 随即又利用砂石打磨起了U型钢筋来 宝这该不会是准备将钢筋磨尖了 上山打野吧 都说铁杵磨成针 那是形容有毅力有耐心 但是实际上想要将钢筋磨尖锐都很是不容易 磨成针的话 那可就难上加难了 好在宝的钢筋比较细 经过一阵打磨之后 便获得了几根尖锐的钢筋 看看这尖锐程度 拿去打野的话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一共三根尖锐的尖端 宝先后将它们一一地放入到了之前打造好的竹子竹筒内 不过这样的还是比较晃动 为此 宝特意地砍出来了一根小猪条 将其开在了竹筒内 这样的就能将三根尖锐的钢筋给卡得死死的 就此宝的三叉戟便打造完毕了 为了试试三叉戟的效果 宝可是好生地拿上了三叉戟一阵比划 那叫一个英姿萨爽 十分的潇洒 将竹筒饭放在火堆边上防止煮糊了 之后宝便带上了三叉戟在附近搜寻了起来 则是准备给自己价格肉菜的节奏了 不过话说拿着三叉戟就在山林间搜寻 那是大概率抓不到野物的 当然宝打野能力虽然一般 但是也是懂得这个问题的 毕竟它的目标可不是山针 而是河线 打造的三叉戟也是一把鱼叉 来到一公里开外的河中 在里面搜寻起来 运气好的话还是有机会插到河鱼的 毕竟这里山津水秀没有被污染 河鱼的资源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一番搜寻之下 宝可是发下了一条大鱼 随即拿上鱼叉的它 那是慢慢的靠近下方的鱼儿 不过这河鱼也是比较机敏 第一次一个绕弯就逃开了 可惜这条大鱼还是低估了宝吃肉的决心 最终还是难逃这一劫 被宝一鱼叉直接给叉中 这条鱼儿似乎还不小 估计得有个一斤半的样子 关键是这似乎还是一条罗飞鱼 宝插中一条鱼后也没有继续搜寻 而是扛着鱼叉就向着庇护所方向返回 毕竟这条鱼比较大 足够它今儿吃的 回到庇护所后 宝第一时间便是将鱼放在一边 好好清洗了一番 毕竟河水哪有泉水干净了 美滋滋地洗漱了一番之后 再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和裤子 这样的话才舒服啊 紧接着宝便拿上了打野刀 开始对着超大的罗飞鱼清理了起来 不得不说这条罗飞鱼那是真的大 看起来就是鱼肉满满的节奏 最终将鱼鳞以及内部清理干净之后 宝这才将其夹在了竹子之上 来到了火堆边 准备利用火炉做烤鱼 将烤鱼架设在火炉边上 趁着烤鱼的功夫 宝又拿出了大竹子 开始利用锯子切割了起来 宝切割的部位是带有竹节的部分 这样切下来的竹子 可以作为一个容器使用 修理完边边角角的毛刺 便是一个不错的竹碗了 这个时间里 火堆边上的烤鱼也是烤得滋滋冒油 十分的肥美啊 宝将其好好的翻了一个面 让烤制得更加均匀 估计大概再有几分钟的时间 便可以吃了 不过这几分钟宝也没浪费 收集来了一些野山椒和野橘子的塔 正在制作烤鱼蘸料 野山椒提供辣 在潮湿的山林里吃辣椒很不错 而野的青橘子则是提供果酸 相当的开胃 至于竹筒饭部分 那是早就熟了 好在有火炉的存在 此时饭还是热乎的 宝先是将其一一地取出来 放到了竹碗之中 接着这才将火炉内的烤鱼拿了出来 拿到了小屋前面准备开启 今日份的绝美大餐 伴随着烤鱼被取下来的时候 还有这咔吱咔吱的声音 可见烤鱼外皮烤得多么酥脆 而当宝将鱼肉扯开之际 里面的鱼肉十分的细腻 宛若白鱼一般 又布满着汁水 吃起来相当的好吃 吃上一口原滋原味的鱼肉后 宝又开始将鱼肉蘸满蘸料 这样的话吃起来风味更佳 简直可以用好吃到爆的节奏来形容了 不一会的功夫 宝就将鱼儿的一面给吃光了 随即开始吃起了另外的一面 原本一条鱼吃两顿的宝 今儿怕是一顿就得干光鱼肉了 不过对于宝来说也正常 毕竟之前的九块磁八 竟然被他一顿给吃完了 不愧是荒野大卫王的宝啊 美滋滋的宝餐了一顿之后 宝收拾了下吃饭的家伙是 随后便美滋滋的睡了过去 当真是十分的惬意啊 不知不觉中 宝来到山间独居已经有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了 这些日子里 要是只依靠打野的话 那自然是无法满足生活所需的 为此 宝也是下过几次山 带来了不少的物资 比如说咖啡和大米一类的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 宝带回来了一只猪仔 准备养大了实现猪肉自由 这可是一个好办法 这期间宝还每日都在收集木棍 并且将它们整理干净 这不限如今已经高出了这么多的木棒了 进而宝准备将木棒一一的削尖脑袋 要打造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为此 一大早的宝拿上了打野刀就只干一件事 那便是劈砍木棍 最终获取到了一大堆的木剑 不知道的还以为宝正是要打造大型打野陷阱呢 看看这木剑尖锐的 不过宝却是将这些木剑分批次 分别放置在下方的走到石块边上 随即拿上了木棍 开始敲击起了这些木棒来 趁着宝敲击木棒的时间 还能看到这些日子里 宝还在一侧打造了一个凉亭 将自己的糖衣给放了进去 想必是天气炎热的那些日子打造的 宝这次敲击的木棍线 可是直接围成了一个圆圈的形状 这看起来就很难猜测他打造的东西 毕竟前前后后的 宝最起码制作了七八组的这种东西 即不像是打野装置 也不像是制作房屋 而且这些木棍都是布置在走到两侧的 该不会是搞出来的火堆吧 各位看官 也可以动动你们灵光的小脑瓜 猜猜宝这是要打造剩能的东西 宝那边搞建设的同时 小猪也是在搞建设 不过似乎是想要挖出一条通道逃跑的节奏 而宝这边似乎也是到了末端 将最后一组木棍架设在了房屋边上 最终这些木棍的模样便是这般 反正要是在上面点起篝火来 夜间肯定漂亮 不过宝接下来竟然是在附近收集起了泥土来 好家伙 宝这该不会是准备将泥土填入到木棍中间的洞内 最后再在上面种花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宝这操作也是绝了 为了获得一个鸟语花香的前院 那真是拼了呀 果不其然 随后宝真是将收集到的泥土运送到了前院 开始做起了填坑的活迹来 不过这个活迹可不轻松 毕竟木微微起来的空间可不小 每一组木棍基本上都需要两扁单的泥土 才能够将其装满 这下一共十多组的木棍 那就得近乎三十扁单的泥土 可是将宝累得够呛 不过一考虑到以后前院一片鸟语花香 宝就有了动力 不断地挖土运土填土 干的那叫一个不易乐乎 几乎是干了三四个小时的时间 这才将最后一组木棍给填充满泥土 而且为了保证木棍的牢固性 还将木棍顶部做了一番绑杂处理 做完这部分之后 接下里便是栽种花草的时候了 第二天的时候 宝主要干的就是栽种花草的活 山间最不缺的便是野花野草 宝可是收集到了大量的花草 开始在木棍之间的缝隙处种植了起来 至于顶部的花 则是种上了一棵长青树 看起来十分的有感觉 相较于昨天运送泥土填充木棍来说 今儿栽种花草的活迹就要轻松得多了 不过由于数量可是不少 为此也是耗费了宝大量的时间 最终这才算是将所有的木棍组合给处理完毕 不得不说 宝为了生活的更加舒心 真是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呀 在这野外过上这般惬意的日子 那是太应该的 当然 种植好花草之后必须给花草浇水处理 这第一次的浇水便是俗称的定根水 只要这水浇透了 一般来说花草至少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数量 是能够活下去的 剩下的百分之二三十 那就要靠日后的管理了 不过就宝这么爱生活的人 之后这些花草绝对会长得十分的好 干完活后 美滋滋地洗了个澡 将一身的皮被冲洗干净之后 接下来宝就悠闲地看着自己打下来的江山了 那叫一个无比的舒心和惬意啊 这样的宝又有谁不喜欢呢 不过有朋友就问了 宝门前的这条小路怎么没看到它建设过程 莫非是道具组提供的 于是虎今儿就来看看这条小路是如何打造的吧 说到门前的小路 那还是一个多月前的事情了 一大早的宝将四周掉落的树叶给好好地清理了一番 毕竟住在这里干净和整洁可是很重要的 当然 这个时候猪猪也养了起来 宝清理了完树叶之后 便在附近收集了不少的猪草 这可是让这只小猪猪美滋滋地饱餐了一顿 毕竟日后还得靠着猪猪来实现猪肉自由啊 宝自然是不会让它饿着的 喂完猪之后 接下来宝便拿上了大板厨 开始对着门前的空地平整了起来 准备在这里打造出一条进出的道路 为此宝可是打造起了土阶梯 挖掘出了不少的平台来 当然 这些平台后续会采用石块覆盖 毕竟下雨天泥土地面容易泥泞 行走也是不方便 花费两个多小时将地面部分处理完毕之后 接下来宝便开始在附近收集起了石块来 好在附近山石还不少 而且都是岩石 板面比较宽大 用来作为阶梯石板那是再好不过 个头大的石板那是一块就足够铺设一个阶梯台面了 小的话两三块也是能够用的 就这般的宝花费了大半天的时间 总算是将门前的石板小路给处理完毕了 不过今儿的餐食可是还没有着落 于是乎拿上了网多的宝决定出一趟远门 去到山下收集一种极品美食 当初上山的时候 他可是经过了这一片的核糖 在当地有核糖的地方一般都会有核棒 于是乎宝今儿可是准备收集核棒 还别说 这核糖看起来很是不起眼 走在里面也是十分的难走 但是里面的核棒数量还真不少 接连着宝就收获到了三四个 而且其中还不乏有着半张半大小的核棒 不过就是泥沙的厚度太厚 宝也只能在池塘边缘处搜寻 毕竟在这个位置 泥沙就已经快到宝的膝盖了 要是进入到深水区的话 一旦被陷在里面 那可是很危险的 而且即便是边缘位置 靠着一手浑水摸核棒的技术 宝也是收获了不少的核棒 除了技术好外 这也说明和里面的核棒资源十分的不错 看看宝的口袋之中 此时怕是至少得有十多个核棒了 而宝也是从河道一侧一路摸索到了另外一侧 当然 基本上都是靠着边缘摸索的 估摸着要是进入深水区域的话 里面的核棒会更多更大 最后宝的收获那叫一个给力 看看这网兜之中的核棒 怕是怎么着也得有个十几二十斤的样子 属实是鸭子头顶站青蛙 顶呱呱呀 这番抓核棒也是让宝浑身弄得脏兮兮的 毕竟几乎是在泥沙里面摸爬滚打 于是乎接下来宝便寻了一处清洁的水源地 开始美滋滋地洗起了澡来 这画面太美 我就替大家看了呀 美滋滋地洗了个凉水澡 将浑身的泥沙清洗干净之后 接下来宝才提上了核棒 开始返程 而回到家的时候 宝的衣服都已经快干了 可见下山上山的距离远 还外加之前有天阳 忙碌了一天 又是下山抓核棒 此时的宝早已经是鸡肠鹿鹿 为此 一回到家之后 宝里面便开始升起了火堆来 最后将收集到的核棒拿到了水石边上 将它们倒出来之后准备先清洗一番 核棒的外壳会有着不少的泥沙 为了防止撬开核棒的时候 泥沙进肉道里面去 宝先是将核棒的外壳进行了清洗 接着才拿出了打野刀 开始将核棒一一地撬开 清理内部的核棒肉 还别说 宝今儿收集到的核棒拿是真的很是肥美 打开的每一个核棒的棒肉 都是满满的一大块 十分给力 花费了十多分钟的时间 宝纳还是将其中的一部分核棒给处理完毕了 这部分核棒肉看起来十分的不错 将它们放置在烤架之上后 便可以拿到火堆上方搞烧烤 而此时烫火也是燃烧的正好 基本上剩下的都是木炭 将核棒放在上面制烤 绝对是完美 随着烫火的不断作用下 核棒也是被烤得滋滋冒油 棒肉顶面部分更是有着金黄的色泽 看起来就是很好吃的样子 不过为了让烤核棒的风味更佳 宝还将带来的生抽给加了一些进去 这下整个核棒看起来那可就更加的好吃了 要不是担心万一有着寄生虫一类的东西 宝怕是就得开吃了 现在必须要考虑将食物彻底的烤熟才行 这在野外生存可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而且宝最后还在烤核棒上加上了灵魂香料 将小葱剪成小葱花 放在核棒里面 经过十几秒的制烤之后 小葱的香味便会被彻底释放出来 最后便是完美的烤核棒了 忙碌了一天的宝 此时那是赶紧地将核棒一一地取了出来放在树叶之上 接下来便来到了了宝的吃播时刻 核棒肉味道鲜甜 吃起来比较的有嚼劲 可以说是越嚼越香 相当的好吃 面对这般的美味 宝可是一丝一毫都不会放过 甚至就连里面的汁水那也是直接吃得光光的 毕竟这样的极品也未可以说是难得一见 何况是忙碌之后的宝 那吃得更香了 最终所有的核棒全部都被宝给吃得光光了 甚至还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 毕竟宝可是能够吃掉九块糯米磁巴的大波妹子 好了 宝打造梯布和吃上极品烤核棒的回顾 就此打住 还是回来看看宝栽种的花草吧 这些天理宝每一天都会给花草浇水 为此种植的花草长是十分的漂亮 这也让宝每每看到它们都是十分的心旷神明 不过今儿一早提上竹篮子出门的宝 那可不是出来搜寻花草的 而是来到了附近的竹林 准备搞上一些鲜嫩的竹笋吃吃 毕竟这个季节的竹笋刚出来 数量上还是不多 可以说是稀缺货 为此宝可是准备好好的收集一些 美滋滋的来上一顿竹笋大餐 这里的竹笋数量虽然不多 但是架不住这一片竹林的面积足够的大 宝也是美滋滋的收集到了不少 前前后后的花费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宝便将带来的篮子给装满了竹笋 这也是把宝给累的口干舌燥 尤其是太阳出来之后 口渴的情况可是越发的明显了起来 好在荒野生存经验拉满的宝发现了一颗奇特的大树 拿上镰刀由上倒下的对着树皮部分开口后 里面便会流出汁水来 由于这种树的树皮部分是红色的 为此汁水流出来的时候 看起来就好像是大树流出了血液一般 不知道的人肯定会被吓到 但是宝岂是不明情况的其他人 这只是树皮的色素融进了大树的汁水之中而已 将树皮部分处理完毕之后 接下来宝为了方便喝到树皮汁水 还特意地砍了一根竹子 将其两端削尖了脑袋之后 一端直接插入到了树皮开口处的下端 汁水会来到竹子端头处 接着流入到竹子之中 随后宝便可以美滋滋地喝到清甜的树枝了 这种树枝其实和我国的白花树树枝有些类似 味道清甜 带有着树木独有的芬芳之味 在野外的时候 丛林老猎手蟹在找不到水源的情况下 能够遇到这种树可是幸福得很 因为这种树枝可是比水要好喝得多 美滋滋地喝上了树枝之后 宝那是浑身舒坦 立马便生龙活虎一般地开始处理起了竹笋来 别看这些竹笋的个头还不小 但是里面能够吃的竹笋部分确实不大 姜笋可以一一地剥开之后 原本最大的有半米多长的竹笋 里面的嫩笋部分也就只有一二十厘米的长度 可以说是十分的珍贵 整理好竹笋之后 宝这才慢悠悠地开始下山 回去制作竹笋大餐 回到家后 在竹笋之中穿梭 浑身可是十分痒 为此宝那是鲜美滋滋地洗了个澡 将一身的灰尘洗干净 接下来这才开始处理竹笋 新鲜的竹笋其实十分地干净 只是在包壳的时候会有一些泥土或者粉尘混进去 为此只需采用清水冲洗即可 不过竹笋由于含有草酸等物质 吃起来可是说是有一股子苦涩感 为此一般处理是都需要先进行超水处理 将其放在锅中烹煮一番 可以有效地去除竹笋里面的草酸 趁着烹煮竹笋的时候 宝也是好好地查看了一番它的花花草草 毕竟这部分花草的打造 可是花费了足足两天的时间 好在经过了宝这段时间的细心照料之下 这些花草长势极佳 不少的花草都开出了花朵来 十分地漂亮 而在大火的烹煮之下 锅中的竹笋也是煮得差不多了 宝好好地检查了一番之后 确定熟透了后 便开始将竹笋一一地取了出来 装入大了盘子之中 今儿的主食便是水煮鲜笋了 不过单吃竹笋的话 虽然鲜嫩 但是味道还是比较的单一 为此 宝可是拿出了番茄酱搭配上鲜竹笋 吃起来味道就更加地具有层次感了 番茄酱的酸甜味 竹笋脆爽的口感和竹子特有的香味 搭配在一起还真是十分地不错 吃得宝那叫一个无比的happy啊 话说要是给你这么个机会 在这山野之间过上这样的悠闲的生活 你会喜欢吗 现如今的宝已经在这个固定庇护所处待了快一年的时间了 对于他来说 每日这样的按部就班的生活 似乎已经有些过腻了的感觉 每天不是制作吃食 就是砍来不少的芭蕉树 利用芭蕉树碎料来制作猪食 这样的日子实在是太过频繁 宝甚至一度觉得猪圈里的猪猪也是过着这样的频繁的生活 有些无趣 但是又有些舍不得 一大早的他背伤了小竹笼 准备出去逛逛 散散心 来到山下之后 宝先是来到了一条小溪流边上 开始在这里摸索起来 毕竟这里面的山螃蟹可是不少 别看这些山螃蟹个头不大 但是味道鲜美 既是属于山针又是河仙 绝对的好东西 除了山螃蟹外 宝还在这里发现了不少的大螺丝 这同样是好东西 关键是这东西抓起来可比螃蟹好抓多了 数量又多 一连着宝就收集到了R30个 可以说是余货满满 一番搜寻下来之后 那是足足地装了大半竹笼 甚至勒得宝肚子有点疼的感觉 抓完螃蟹和螺丝后 宝还在附近发现了一处水池 为此正好美滋滋地洗个澡 这样的浑身才比较舒服 最后的宝这才慢悠悠地回到了庇护所 将带回来的美味蝎 全部倒入到了盆子之中 准备清洗干净后 制作今日份的大餐 螺丝的清洗还是比较的简单 只需要将表面的泥沙一一地洗掉即可 其实说是螺丝 但是这些玩意更像是大蜗牛 叫蜗牛的话应该更贴切吧 先后将所有的蜗牛 以及螃蟹清洗干净之后 接下来便可以将它们放入到锅中烹煮起来 这样的话可以说是最简单的烹饪方法 而且保在一侧等待的时候 还特意地拿出了打野刀 好好地削起了竹条来 则是打算搞一根竹签 一会用来取蜗牛肉用 随着大火的作用 不一会的功夫 锅中的水便被烧开了 不过这个时候还需继续烹煮 让食物彻底地熟透 毕竟在野外煮熟食物这一步可是非常重要 在确保了彻底地煮熟了食物之后 宝这才拿上了盘子 开始将里面的蜗牛给一一地取了出来 当然还有螃蟹 虽然数量不多 至于蜗牛怎么吃 那就简单了 只需要利用竹签酱里面的蜗牛肉来回绕几下 便可以将其取出来 最后再蘸上番茄酱之后 就可以美滋滋地吃上一顿蜗牛肉大餐了 蜗牛肉可是好东西 每500克蜗牛肉中含有90克蛋白质 以及钙磷等多种营养物质 是高蛋白 低脂肪的食品 而保质一餐的数量怕是足有两斤之重 可以说是吃的那叫一个爽歪歪啊 这几日里 保思索良多 有着离开这个固定庇护所的想法 想要去不同的地方 打造不同的庇护所 不过一直没有下定决心来 最终保在将小猪送给了好友之后 决定在离开庇护所之前来一次钓鱼活动 毕竟来到这里这么久了 对于河水一只还是比较向往的 于是火 接着带好工具的他那是直接来到了河边 开启了宝的钓鱼时刻 还别说 美女钓鱼就是不同反响 这还不到三分钟 宝边实现了开门红 直接钓上来了一条大鱼 着实是给力 而后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宝再次上火 实现了没开二度 看看这两条鱼儿 似乎还很登对的感觉 考虑到过了今天之后 宝就要开启不重复的荒野生存之后 他也是没有继续的钓鱼 毕竟两条鱼已经够鸡吃的 平日里只有靠着自己打造的 蓄水吃洗澡的他 鸡儿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 直接在河边美滋滋地洗起了澡来 加上今天太阳又好 天气炎热 直接泡在河中洗着凉水澡 简直是舒服得很 看看宝一脸的享受 就这样的 宝今儿是鱼货满满的同时 还美滋滋地实现了泡澡自由 完事后 这才提着鱼儿慢悠悠地 向着庇护所前行 准备回家制作好 宝贝这个庇护所的大餐 毕竟待了一年度 还是很有感情的 以后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回来 宝今儿制作美食的方法 也是十分的原始 直接将鱼插在竹子上 再放置在火边 利用火的热辐射来烤鱼 这样烤出来的鱼会比较的焦香 要是直接放置在火堆上烤的话 火比较大 容易烤得外面糊里面生 那可就浪费食材了 更何况这还是极品的野生和鱼 味道鲜美 这般的制烤下 也是比较的耗费时间 一直烤到了天都黑了 才算是烤到了宝期望的样子 不过都要离别了 宝的这一餐 自然是要做得特别的不一般 他可是将带来的蜡烛 都给用上了 准备搞一个烛光晚餐 看看这蜡烛布置的 在这夜间真是漂亮得很啊 最终将所有的蜡烛布置完毕之后 宝这才开始将火堆边上的烤鱼 给取了下来 装入到了盘子之中 接着便来到了床上 开启了他的离别大餐 美滋滋地吃起了和鱼来 野生的和鱼味道鲜美 外皮烤得焦香酥脆 里面的鱼肉又十分地细腻 吃起来有骨子鲜甜的感觉 这一餐可以说是让宝吃的 那叫一个意犹未尽 甚至后悔没有多掉一回 毕竟两条鱼不移会的功夫 就被宝直接给吃光了 美滋滋地吃了一顿鱼肉大餐 在在庇护所内的竹床之上 铺了一张毯子之后 接下来宝便开始将 所有的蜡烛熄灭开来 随后便美美地睡了过去 几天之后 回家好好地修整了一番后 宝再度归来 这一次宝带上了不少的物资 准备开启在不同地方 打造不同庇护所的荒野生物 至于第一站 宝那是毫无疑问地 选择了一处河野 是洗澡 亦或是捕鱼 那都是极佳的选择 宝先是选择了一处 河道宽阔河水也不急不深的位置 直接淌水过河 随后便沿着河流边缘 开始搜寻适合建造庇护所的地方 最终在一番搜寻之后 宝对于眼前的这处位置十分的满意 这个位置地势比较高 在没有涨大水的时候 是不可能漫上来的 而且这里的石头特别的多 它们可是用来打造庇护所的好材料 选定位置之后 宝便开始清理场地 将大块的鹅卵石一一地扔到需要搭建庇护所的位置 这部分的活迹主要是个体力活 毕竟石块的重量可是不轻 集中好鹅卵石之后 接下来便是按照保自己的计划 开始码放鹅卵石 将它们作为庇护所的墙面部分 由于鹅卵石比较圆滑 为此码放的时候还要有着技巧才行 利用小石块卡在里面让鹅卵石墙壁比较的稳固 否则晚上睡觉的时候它了 那可就危险了 毕竟这些石块可是不轻 砸在人身上宝可是要哭的 作为荒野求生界的大美女 宝可不只是没那么简单 在建造一道之上的技术那叫一个漂亮 毕竟之前的庇护所就是宝独立打造的 这处石墙也是在宝的建造下 不断地长高 长度和宽度方面也是不低 基本上在三米多的长度以及两米多的宽度 而且宝还在面对河边的位置 设置了一道缺口作为进出的门洞 不过在宝在将墙面部分建设差不多的时候 老天却是不做美 竟然下起了小雨来 淋得到处都是湿漉漉的 关键是宝还没有打造出庇护所的屋顶部分 这雨水也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 最后宝也只有顶着雨水继续干活 宝还在房屋前端设置了一道湿滴 这样的话下方的河水更是不可能漫上了 做完这些之后 宝总算是要开始打造庇护所的屋顶了 只见宝先是在附近砍来了不少的竹子 这些竹子可是搭在庇护所屋顶的材料之一 将它们一一的劈砍成合适的尺寸之后 宝先是在屋子内部 将两根大竹子埋在了房屋两个短边的正中心位置 用石块压好 这样的话大竹子便是支撑屋顶框架的立竹 接着又在大竹子顶部 直接将一根长竹子绑扎在了上面 作为一根横梁使用 随后再劈开几根竹子 将其一劈为二砍成竹条 这样的话就能将这些竹条一一的搭在横梁两侧 同时一端搭在墙面之上 形成一个三角形的截面 这样的竹子宝一共设置了四组八根 搭在两车之后便是一个三角形的屋架 只需要在上面铺设上防水部 便是一座不错的屋顶了 原本宝是打算采用树叶和竹叶来铺设屋顶的 不过考虑到下雨问题和天气问题 最后便将自己带来的防水部直接给铺设了上去 一番铺设之下 看起来效果可是十分的不错 至于屋内的话 宝也是同样的现在上面铺上了一张防水部 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地隔绝式气 毕竟河边本来就潮湿 还面临下雨 而在门口的这块区域内 宝也是铺了防水部 看起来相当的不错 当然 完事之后 那就到了享受的时候了 虽然之前的雨不大 但是林的浑身都是湿漉漉的 加上宝又一直只在干涂 汗水可是流了不少 此时自然是要好好地泡上一个枣 来缓解浑身的疲惫了 不得不说在一番辛苦的劳作之后 洗上一个枣简直是极致地享受了 瞬间就将浑身的疲惫给消除掉了不少 为什么不是完全消除呢 那自然是还需要来上一顿美食才行了 美滋滋地洗完澡之后 宝又在庇护所内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物 接着这才将带来的食物给拿了出来 今儿可是带有熟食出门的 毕竟第一天出来 这样的比较方便 将一块块肥美的熟牛肉拿出来之后 宝便开启了今日份的大餐 牛肉的蛋白质含量极高 而且脂肪含量又比较低 可以说是美女健身后最爱的食物之一 那时吃了有力气还不长胖 宝辛苦一天之后 吃牛肉那是再好不过 毕竟不管是那一个美女 都不希望自己长胖吧 美滋滋地吃上一顿牛肉大餐 再在庇护所内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 这样的荒野生存简直是完美啊 在河边的鹅卵石庇护所待上了几日之后 宝决定再次换地图 毕竟只有不断地游走 选择不同的地方打造庇护所 才能体会到荒野生存的真谛 相较于河边的鹅卵石庇护所 这一次宝选择了距离加比较近的山林 早晨的时候 这里鸟语花香 阳光透过树木照射进来 看起来十分的美妙 而且虽然河边用水方便 但是流水的声音持续输出 待上几天还真是感觉耳朵温温作响 而山林之中虽然用水不方便 但是却是要安静不少 从大炒到大静 这样前后差异巨大的荒野生存才有对比感 更何况宝这一次准备在这一处坡地位置打造庇护所 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拿上了冰工产的保鲜室将杂草和灌木去除 接着则是开始不断地挖掘着坡地上的泥土来 这一处位置的泥土的密实度还算一般 不松也不紧 宝挖掘起来的难度不大 不过由于挖掘的面比较大 为此这依然是一个极其耗费时间和体力的火结 前前后后的 宝可是足足地挖掘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才挖掘到了现在的这个程度 而此时也是挖掘到了泥土层之中比较密实的区域 出现了不少的碎石块 挖掘的难度也是大了不少 最后在宝的不断坚持下 又是花费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再在土壁上开挖出了一个向内凹陷进去的区域 这个位置宝原本是打算直接挖出一个山洞的 不过现如今看起来难度实在巨大 真要挖出一个两米深的山洞 怕是得要两天的时间才能做到 为此宝最终只是挖掘出来六七十厘米之深的山洞 这样的位置虽然有些小 但是后期在外面处理一番的话 还是能够打造出不一样的庇护所的 决定不再继续向内挖掘后 接下来便是要将洞口的场地好好地处理一番 毕竟这个位置可是宝日后睡觉和活动的主要区域了 而且洞口处这个位置 宝接下来还会在这里搭建一些延伸出来的庇护所 地面部分得好好地修整一番 做完这部分 此时太阳已经高高挂起 来到了中午两点左右 可见挖掘泥土十分地耗时耗力 此时的宝也是累得够强 赶紧地将带来的防水布拿了出来 整整齐齐地铺设到了挖出来的洞口处 还别说这个床位虽然有点小 但是也是足够宝躺在上面睡觉的 不过接下来宝可是没有睡觉 而是拿上了换洗衣物 向着山下走去 因为距离这里没有多远的地方 可是有着一条小溪流 干了一早上的活 此时宝浑身早就被汗水给湿透了 必须好好地洗上一个枣 才能够去除疲惫和汗水 好了又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环节了 接下来的画面太美 我就替大家看了 美滋滋地洗了枣之后 宝可谓是神清气爽 浑身的疲惫难是直接减少了一大半 换了一身干净的衣物之后 接下来宝便晃晃悠悠地回到了庇护所 毕竟还有一半的疲劳需要消除 而消除疲劳最好的东西便是美食 这一次宝可是带了不少的好东西来的 比如说此时吃的香肠 不仅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还有只不少的脂肪 要知道在野外生存之中 脂肪的获取可是要比蛋白质难得多 而且香肠味道十分的美味 吃起来香而不腻 可是把宝吃的那叫一个爽歪歪啊 再搭配上一些番茄酱 更是能够增添香肠的复合味 看着周围山清水秀的美丽风景 口中吃着好吃到爆的美味 宝的心情十分的愉悦 或许这就是独自野外生存的快乐吧 至于今夜如何度过 那自然是直接在洞里面度过 美滋滋地睡了一夜之后 一大早的宝早早地就起来了 开始将毛毯等物件给收拾好 毕竟夜间还是有些寒冷的 不到毛毯的话容易感冒 睡了一夜的宝可以说是彻底地恢复了体力 早上看着阳光照射进来 真是十分的扬眼 大自然的风光搭配上美女在一起 那就是一道更美的风景 在经过一番查看之后 宝确定了庇护所外延伸的搭建位置后 接下来便拿上了打野刀 来到了竹林之中 开始对着竹子劈砍了起来 毕竟这一次搭建的庇护所外延部分 采用的材料可是竹子 相较于木材来说 竹子不仅是取材方便 而且竹子十分的笔质 劈砍也快捷 唯一就是耐久性和承载力不如木材 不过作为经常要换地的宝 竹子的耐久性已经是措措有余了 承载力同样是如此 花费了不少的力气之后 宝可是砍来了一大捆的竹子 紧接着又是利用起细竹条 开始测量起了所需要的竹子长度尺寸 最后再按照所需尺寸笔坏一番 便开始劈砍起了竹子来 将大量的竹子砍成竹筒 最后又将竹筒一分为二 直接劈砍出了一大堆的竹片来 这些竹片还不能直接使用 还需将其一侧的端部劈砍削尖了脑袋才行 这样的话后续才方便将其插入到泥土之中 宝先是在洞顶水平方向敲击进了一根水平横梁 接着再在横梁另外一端搭建了两个竹子 绑杂好形成稳固的三脚架 最后被削尖了脑袋的竹片可以登场 将它们一端敲击进入土墙壁之中 另外一端绑扎在三脚架之上 这样的整个庇护所外延部分的框架 才能够形成一个整体 有着足够的牢固度 做完这部分活迹之后 接下来宝又进入到了劈砍竹片的状态局 不过这一次的竹片可是比较的长 因为它们是用来沿着框架顶面斜坡方向搭设的屋面材料 为此长度自然是需要足够的长 一次直接便可以铺设到顶部 导致所有在外侧搭建这个庇护所的延伸竹屋子 其实也是有着很深远的考虑 毕竟山洞深度不到一米 一旦下雨的话 那是很有可能没法居住的 而在外面搭设上这么一座三角形的延伸竹屋 可是能够很好的遮风壁 即便是没有风云 但是在白天的时候也能够有效的遮阳 花上半天的时间打造出这么一座庇护所外延竹屋 那真是十分的有必要 荒野生存未雨绸缪可是极其重要的 在外延竹屋打造完毕之后 由于剩下的竹子还不少 为此 宝尔紧接着又开始利用竹子打造起了屋前扶手来 这真是一点也不浪费的节奏啊 将扶手立柱敲击到泥土之中后 再将长竹子一一地绑扎上去 接着再利用竹子在中空的位置处 架设上一些竹筒 让整个护手有着不错的模样 这样的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荒野版扶手边打造出来了 就此 宝的庇护所算是基本上建设完毕了 当然 美女自然是要美美大 接下来宝可是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随后便开始仔细地打量一番自己的杰作 来不同的角度好好地欣赏一番吧 时间很快地就来到了第三天 第一天挖洞 第二天打造庇护所外延竹屋 这第三天宝会做些什么呢 只见拿上了锄头的宝对着庇护所一侧的山坡开挖了起来 好家伙 宝这该不会是又要准备挖出来一个山洞吧 挖土的过程十分枯燥 只见宝来来回回地不断挥舞着锄头 颇有一丝只要锄头挥得好 哪有墙角挖不了的模样 对着山坡就开洞了起来 最后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那是直接在山坡上挖出来的阶梯状的平台 尤其是这一处 还挖掘进去了一端很深的位置 可以说是相当地耗费宝的体力 而在一旁的位置上 宝又拿上了铲子 开始挖掘起了洞口来 而且看样子这个洞口还不大 具体位置感模糊的话 大家看看远景的模样吧 总体来说便是洞口处庇护所的右侧 前面挖的方块凹槽处的左侧 洞口的直径大约在半米左右 这般大小的洞口必然不会是庇护所了 至于洞口的深度的话 目前估计在一米左右的样子 将下方的洞口挖掘得差不多之后 接下来宝又来到了山坡的顶部 开始从上而下地向下挖起了洞来 很快的 宝便在上面挖掘出了一个直径三四十厘米的地洞 而且看它的操作 大概率是要将下方的水平方向的泥洞 和上方竖直方向的泥洞连通 好家伙 宝这该不会是准备打造出一个柴火灶吧 不过话说这个柴火灶的出火口高度 会不会有些太高了吗 感觉都快有接近一米的高度 最后将里面的泥土部分全部的挖出来之后 整个柴火灶便是这般的模样了 而后宝还看来了几根大木头 将其放在前端 混合上泥土之上 将前端的平台加固以及拓宽了一番 同时拿来了不少的竹条 将它们整齐滑衣地铺设在了右侧的方形凹槽之中 最最厉害的是 宝还回去拿来了一口大锅 好家伙 这真的是一个柴火灶 打造也是真费力气 接下来的时间 宝便是来回不断地利用竹筒 装来的大量的清水倒入到了大锅之中 这莫非是要烧热水洗热水早不成 在大锅里面装满热水之后 紧接着宝百年砍来了很多的木材 开始将木材放在柴火灶内 升起了火来 还别说 本以为柴火灶不太好用 没想到燃烧得很不错 下方几乎没有烟 而宝则是在一侧将一桶带来的鸡肉 给好好的腌制了一番 涂抹上了很多的香料 并且将其穿在了一根竹子之上 准备做烤鸡 之后便利用两根竹子作为支架 将烤鸡放置上去 并且来回地旋转 以便让烤鸡受热均匀 不得不说 宝这方法十分的不错呀 那是烤鸡烧水两步 随着时间慢慢流逝 烤鸡也是逐步地走向了成熟 不过最先好的还是热水 一会的功夫便到了适合的温度 而宝也是真的是烧水洗热水澡 旁边的方形凹槽便是洗澡平台 真是享受得很啊 美滋滋地洗完热水澡之后 宝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物 烤鸡也是烤得外焦里嫩 正是食用的最佳时候 为了吃烤鸡 宝还特意地搞来了树叶铺设在地上 接着在上面撕扯起了大鸡腿来 随后美滋滋地吃了起来 洗完热水澡浑身通透 再来上好吃到爆的几瓶烤鸡 这日子别提有多殆劲了 不一会的功夫宝便直接吃完了第一个鸡腿 随后开始撕扯下了第二根鸡腿 继续美滋滋地吃着 不得不说 这真是荒野宝姐 人美化不多呀 宝在这里待了一周之后 烤鸡也吃了 热水澡也洗了 接下来自然是新的旅程 这一次随着宝选定一个方向前行后 没想到竟然发现了一大片的竹林 于是乎 在这竹林深处打造一个不一样的竹子庇护所的想法 便涌上了宝的心头 选定了一块地势开阔且平坦的地面之后 宝先是利用打野刀 将地面的杂草一一去除 这样的话 才方便之后的庇护所建设 建设的是不一样的竹屋 那么原材料自然是需要采用竹子为主 周围大量的竹子砍伐起来可就方便得多了 不一会的功夫 宝便收集到了不少的竹子 收集来的竹子自然是不能直接使用的 宝根据心目中规划的设计 先是利用锯子将这些竹子一一的锯端 长度基本上都在90厘米的样子 接下来宝又将这些竹子给直接劈成了两半 而后再将竹子的一端全部削解脑袋 这样的话后续使用起来可就要方便得多 毕竟这些竹子需要敲击到泥土之中去 花费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宝这才将所有的竹片处理完毕 而后便利用一个折弯了的竹条 开始在地面之上画起了圆圈 宝的庇护所外径大概在一米三的样子 至于内径的话就要小一些了 不过也有着一米的样子 这样的话 庇护所内部空间的直径就在两米左右 足够宝休息的 接下来的工作便是较为密集又简单的 将竹片沿着圆圈敲击了 宝先是从内径位置开始处理 利用木棍就是一顿叮叮当当的敲打 将竹片敲入地的同时 又在上面留下了大概40多厘米高度 最终敲击完成之后 整个竹片便犹如一道竹墙一般的围住了里面 而后的工作自然是外圈部分的竹片了 操作方法依旧是如出一辙了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 这部分竹片的白色面全部都是向外的 这样与周围的绿色环境 有着明显的色彩对比感 另外这一处的竹片有一定的倾斜度 主要是向内倾斜 做完这部分工作之后 接下来宝又开始了挖土的活迹 利用铲子将泥土挖掘到塑料袋之中 接着又将泥土运送到两组竹片的夹缝内 开始建造土墙来 这部分的工作量着实是不小 毕竟光是土方粮的话 大概都得有个两三立方 而宝一次运输的泥土也就0.1立方左右 为此宝是来来回回的 差不多跑了二三十趟 最后这才算是将所有的泥土给装填完毕 装填好的泥土还是有一些蓬松的 因为装填的时候宝特意地按着帽间的量填充的 这样的话此时便可以将其压实 毕竟土墙壁部分作为基础 必须要有这足够的密实度才行 做完这部分活迹之后 宝又对着周围的竹子下起了手 今儿的竹子可以说是老遭罪了 又被宝一一地劈砍成长长的竹条 不过今儿的宝也是老遭罪了 因为天宫不作美 竟然直接下起了雨来 不大不晓得 搞得宝最后只得顶着小雨干活 还好头顶上的竹子树叶不少 能够挡下一般的雨水 不过即便是如此 宝浑身也是难受 为了防止雨越下越大 到时候感冒生病可就麻烦来 为此 宝那是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建造速度 将砍好的竹片 一一地插入到了建造好的土墙之中 让竹片形成一个拱形的模样 这样的话多组竹片在一起后 便可以形成一个竹子框架 这可是宝庇护所的框架结构 拱形竹片作为主要的支撑构建 那是完全足够了的 不过后续还要铺设雾面材料 为此在水平环形方向上 宝还特意地绑扎上了细竹条 这样的话 不仅是能够增加房屋整体的稳定性和牢固性 而且后续处理雾面材料的时候 也有着更多的支撑点 这样的环形雾面竹条 宝可是布置了不少 按照间距15厘米的距离 那是绑扎了7条竹条 加上地面竹墙的高度的话 整个庇护所的高度也可以初步估计出来 大概也就是1米5的样子 比宝要略低一些 不过作为庇护所来说 已经是足够的了 最后宝还拿出了锯子 将部分竹条锯掉 直接留下了一个拱形的门洞 方便后续进出 而此时天气也是好了起来 突然间雨就停了下来 真是很不错 至于宝建造房屋雾面的材料 其实就是干燥的竹叶 这些竹叶也是宝之前砍伐的竹子 留在这里的叶子晒干的 今儿那是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将竹叶部分直接塞入到竹条框架的缝隙之中 最后再在外面采用竹条压住即可 正在宝快将屋面建设好时 没想到老天又下起了雨来 好在目前庇护所用来遮风挡雨已经是够用了 宝还特意地进去试了一下 效果不错 之后便将背包给拿了过来 拿出了防潮防水 准备将其铺设在庇护所内 毕竟地面很潮湿 不在入住之前 浑身早就是汗水和雨水的宝决定先好好地清洗一番 而附近正好有着一条河流 清洗完毕之后 再回到庇护所内 这下便可以美滋滋地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 看看这小屋的模样 还别说真是十分的舒服啊 宝透过庇护所欣赏了一会风景之后 便美美地睡了过去 不得不说这样的庇护所那真是绝望 来到次日 雨后天晴 美滋滋地睡了一觉的宝一大早地就升起了火堆 烧起了热水来 毕竟在野外喝生水可是不太好 烧开的热水可以杀死不少的细菌 至于食物的话 宝则是烤了一块香喷喷的牛肉 一大早地来上牛肉搭配咖啡 着实既能补充大量的蛋白质 又能提神 相当地过瘾 吃完早饭之后 接下来宝又开始了砍伐竹子的火 宝今儿决定给庇护所加装一层防护装置 毕竟荒郊野外的 万一遇到豺狼虎豹可是危险的 砍来的竹子血 先后被宝一一的剧断 形成了一根根长度在1米56的竹竿 这些竹竿和建造竹墙时的竹片一样 都需要将其端部削尖 毕竟这可是用来防御野兽的 而且还是两端都要削尖 只是一端插入泥土的部分 不需要将尖端削得太过锋利 这部分的活迹对于宝来说还是十分的简单 早上吃得饱饱的 这回正是充满干净的时候 不到半个小时 竹剑部分便打造完毕了 接下来便是将这些竹剑 一一地插入到土墙之中 尖端向着外部 能够起到很好的威慑作用 土墙部分的泥土也是很容易插入竹剑 这也让宝的操作简单了不少 不一会的功夫便将土墙上面插满了竹剑 不过只有一层防护很详然是不够的 为此接下来宝又在竹墙的下沿部分的地面上 喀什布置起来竹剑来 双层防护效果绝对是极佳的 从空中俯视下去 宝的这套防御系统简直是绝了 十分的好看 最终查完之后的模样便是这般的效果 完事之后的宝可是没有停下脚步 而是来到了周围 开始收集齐了地面上的蕨类植物叶片 因为作为的它感觉到了干燥的雾面竹叶还是有点猛 小雨美食 但是大雨来临的话可就扛不住了 为了能够更好地遮风挡雨 宝便将收集来的绿色植物 些均匀地铺设在了雾面之上 这样的话 雾面看起来不仅是漂亮得多 而且还有更好的防水性 另外与周围的绿色合一 更有迷彩的伪装感觉 甚至宝就连竹墙的墙壁竹片部分 那也是覆盖上了绿纸 十分的周全 看看这个庇护所的效果吧 不过之后宝还考虑到进出庇护所时 墙壁太高 万一摔倒了 就有可能被逐渐伤到 为此宝又砍了不少的竹片 将它们插入到进口处 这些竹片比较短 倒入泥土之后便能打造出一级阶梯来 这样进出的时候便方便得多了 而且宝还在两级阶梯之上都铺设了大量的竹片 看起来和整个庇护所的颜色十分的大 做完这些工作之后 整个庇护所的建设便算是彻底的玩火了 忙碌了一天的宝也开始好好地享受了一番 来到了河边美滋滋地洗起了澡来 最后再回到庇护所 换了一身舒适的衣服后 欣赏起了周围的风景来 不得不说宝的这个庇护所打造的实在是太漂亮了 人美风景美 加上庇护所 那真是三美合一 美呆了呀 美滋滋地休息了一天之后 接下来的宝决定给自己的庇护所 配置上一个浴池 而且是高端大气上档刺的那种 于是乎又有大量的竹子倒在了宝的打野刀之下 并且被宝直接削尖了脑袋 没错 宝这一次打造的泳池池壁 也是准备和庇护所的墙壁那般的建设 唯一的不同便是形状 宝利用铲子在地面之上刻画的形状可不是原型 而是向着我比出来的爱心 当然 这个爱心也是有着双层的 毕竟是内外网竹片放入的位置 在刻画好形状之后 接下来便是一顿悄悄打打 叮叮当当的 将竹子敲击到地面之中 相比于房屋来说 泳池的形状可是要难不少 为此 这部分竹片放置可是花费了宝更多的时间 最终的模样便是这般 那是像相当的好看 之后自然又是填充泥土的活了 和之前的墙壁如出一辙 将大量的泥土填充进去之后 再采用铲子将其压实抹面 可以说是十分的漂亮 细节直接掠过 来看成品吧 为了干净 把还在里面放置了一张防水 这样的话 到时候装入水后 便不会被泥土污染 不过装水实在是太累了 因为最大的装水容器便是这个桃窝 也不知道跑了多少次 反正我是来来回回看它走动 最终花用两三个小时 才算是将水给装满了 之后那自然是美滋滋的沐浴时刻到了 自己看吧 本期 在竹林庇护所美滋滋的 过了一周多的时间后 宝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庇护所建设 在山林间一番搜寻之后 最终宝可是发现了一处好位置 这里四周视野开阔 还靠近水源 用水十分方便 宝挖掘的位置便是一处坡地的下端 这个位置上面主要是草坪 宝打算是在这里挖出一个空间来 有点像是地道一般的庇护所 为此 必须将四周的泥土先清理干净才行 这样的话方便选取合适的位置来打造庇护所 而前面整理出来的平坦位置也能用于生火做饭的 由于此地的泥土比较潮湿 为此挖掘的时候需要分外小心 以免掏空的地方出现坍塌的情况 好在宝挖掘了半米多深的距离后 目前看起来土壤结构还是比较的稳定 加之顶部的泥土有着大量杂草 其根系牢牢地将上层泥土给抓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固的整体 而下端的泥土则是略微松软 在宝铲子的作用下 挖掘起来还是十分的快捷 随着宝不断的挖掘之下 很快的 从上面已经看不到宝的身影了 因为凹进去的深度已经有着一米左右的 从下面来看的画边十分的清楚 此时的宝整个身体已经完全的没入到了挖出来的庇护所之中了 而且宝还在地面之上挖掘出了一个台阶 说是台阶其实这是宝的床面 将死后清理干净之后 后续便可以躺在上面 整体上床位的长度在一米七八左右 而高度则是有个四十厘米的样子 宽度在六十厘米左右 基本上还是足够宝使用了 最终的庇护所大致算是挖掘完毕了 接下来宝主要是将周围的泥土好好清理一番 毕竟挖掘出来的泥土可是不少 将它们铺在一侧 正好可以作为走向水源的道路 来看看完工后的庇护所模样吧 当然 庇护所里面的泥土十分的潮湿 必须隔绝一下才行 为此之后宝直接到附近收集来了不少的芭蕉树叶 利用宽大的树叶 将它们均匀地铺设在床位之上后 便可以有效地隔绝水器 当然 夜间睡觉时 还需要铺上防水布才行 好好地感觉了一番庇护所之后 宝对于这个庇护所还是十分的满意的 打造庇护所也是让饱出了不少的汗 不过这天气有些冷 直接洗冷水澡的话容易感冒 为此宝是先好好地清洗了一下手脚 接着才利用河水简单地擦拭了一番身子 给大家来了一个美人细水 美美地清理了一番之后 接下来自然是要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才行 毕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再搭配上这么绝美的风景 那才是真的享受啊 至于今日份的餐食 宝可是带来了一大块的卤牛肉 美滋滋地吃上卤牛肉 牛肉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加上味道又好 再配合着好山好水好风景 宝吃的那叫一个不易乐乎 美滋滋的 美美的饱餐一顿后 接下来那必须好好地睡上一觉才行 这样的环境 这样的美景 听着细流喘喘之声 真是身心都是舒适的 土壁侧面打造的庇护所都那般的舒服了 那么在意地下打造庇护所又会如何呢 这是几日后行走在丛林里面的宝思考的 因为今儿他打算在地下打造一个庇护所 为此搜寻起合适的位置可是不能马虎 一番查看之下 最终宝旋着了一棵倒下的大树位置 拿上铲子对着地面开挖了起来 莫不是宝后续是想要利用起这棵大树不成 因为从侧面看过去 大树横起来那是很适合用来当做屋顶的横梁 有一说一 这里的泥土还真是不错 看颜色比较深 土壤肥度应该是很好的 用来种地绝对安逸 关键是还没有石块 这也让宝挖掘起来的时候轻松了不少 基本上每一铲子都能铲到底 不过随着宝继续地向下挖掘之后 下层的泥土开始变得寄密时又有着不少的小石块 挖掘的难度一下子上升了好几个等级 几乎每一铲子下去 挖掘的深度只有个4-5厘米 着实是不容易 不断地挖掘之中 还需要将挖掘出来的泥土挖出泥坑 这样才不会影响接下来的挖掘工作 在将土坑挖掘到有个小半米的深度之后 宝便在一处短边之上 开始干起了挖洞的火箭 大家还记得宝之前打造的超大柴火灶吗 看宝目前的操作 大概率是要在侧面打造出一个土灶来 利用铲子将侧面和上面的泥洞打通 侧面泥洞便是火塘 上面的泥洞则是出火口了 完事之后 紧接着宝便在周围收集起了木材来 当然 这不是柴火灶的木材 毕竟宝此时选择的木材都是1米5以上的长度 大概率是要用来制作庇护所的屋顶部分 随着宝将这些木材拿到大树之上后 又根据所需的木材长度 直接用锯子将它们锯断 接着便开始侧着搭放在了大树之上 果不其然 这棵侧岛的树木果然是被宝用来作为主堂了 由于大树躯干是拱成的 因此每一次搭设的木材长度还不一致 为此 需要在每一处先比划一番后 再切割成适合的长度 最后再挨着铺设上去 这部分工作的量还是比较大的 毕竟宝的庇护所长度可是不小 最终 前前后后的差不错用了五六十根木材 才算是铺设到了端头 而端头部分还需要将一侧利用木材封堵起来 只是在右侧留下了一个进出的洞口 整体上这个洞口还是比较大的 宝这娇小的身躯可以随意出入 做完后 紧接着宝又在附近收集到了不少的棕榈树叶 这些树叶比较大张 将它们整体平铺在庇护所之中 可以有效地隔绝地面的试起 睡觉也会舒服得多 做完这些之后 接下来宝便收集来了一些木材 将它们放在了柴火灶内 随后升起了火来 看看这效果吧 燃烧的盐屋那是一点都没在屋内 全部从顶部排了出去 十分的给力啊 要是排烟不行的话 宝那可就难受了 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之后 宝仔细地调整了一番伙食 因为接下来他要开始制作美食了 这一次宝带来的美食可是不一般 竟然是肉丸子 不过都是冷的 为此宝那是将它们穿在了竹签之上 准备放在炭火上烤热了吃 最终一共17颗肉丸子 足足地串了两大串才串完 之后调整了一番伙食之后 宝便将它们插在了火炉的炉口处 借助柴火的热量慢慢地烤着 因为是熟了的丸子 为此要是直接放在火里面烤 会让外表焦黑 但是里面还是冷的 经过了十多分钟的制烤之后 这下丸子烤的那叫一个焦香四溢 正是外表酥脆里面爆汁的时候 而宝则是舒舒服服地坐在了大树枝上 开始享受起了美食来 大小适中的丸子吃起来不仅是好吃 还一口一个刚刚好 不一会的功夫宝便吃完了第一串 接着又继续吃着第二串 这日子真是舒服啊 吃完美食之后 再回到庇护所内美滋滋地睡上一觉 那真是幸福满满啊 前面宝可以说是先后在地面之下 山坡侧面都打造过了庇护所 这一次出门的宝决定上天 当然不是真的上天 而是在空中建造庇护所 为此选择一处合适的树木尤为重要 沿河而下的宝还考虑到了水源问题 在一番搜寻之下 宝可是发现了一棵靠近河道的大树 倾斜的树身外加上面树枝繁茂 可是一处不错的空中小屋打造点 尤其是宝来到树上后 将周围细小的树枝一一地砍掉后 整个树上的空间感可是十分的不错 于是乎 宝便彻底地确定下来 在这个树上打造一个空中小屋 再将树上多余的树枝砍掉后 宝倒也没有急着打造小屋 而是在树下清理起了场地 并且利用石块搭建出来的一个火堆 这莫不是要提前烹饪美食的节奏 当看到宝拿出了一只猪前脚后 这下才明白了 毕竟猪脚炖竹可是很耗费时间的 要是等着庇护所建设完毕后再烹饪猪脚 那可是要等上两个多小时 此时提前炖竹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建设完庇护所就能够吃到美食 劳累之后吃肉可是幸福感满满了 想要在树上打造庇护所 那采用竹子诸位建造材料可是极佳的选择之一 毕竟竹子轻又方便切割 不过之前砍下来的木棒也不能浪费 用它们来作为小屋主体支撑材料 那是有着足够的承载能力 这点是竹子比不了的 利用钉子将大木棒等固定在适合的位置后 宝便可以将小木棒歇一一地铺设上去 这几制作出树屋的地面部分 有了这个地面平台 接下来方便宝在上面搭设立柱部分材料 一番悄悄打打之后 宝的立柱部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拱形的结构 这是宝观察鸟巢时得到的启发 有了树屋的框架部分 接下来便可以将劈砍好的竹条拿上来 直接绑扎在木材框架之上 让它们在水平方向上 一层一层地向上而去 包裹起木材框架部分 当然 进出口处需要留出来足够的位置才行 至于屋面材料部分 宝直接就地取材 之前砍的竹子留下的竹叶可是不少 将这些竹叶直接绑在竹木框架之上 便有着不错的防风防雨效果 不过铺设时的密实度必须足够才行 否则下大雨的话可就扛不住了 在宝的一番操作之下 最后竹叶可是将整个小屋给笼罩得密密麻麻的 远远看去 还真有鸟巢的感觉 建设完毕空中鸟巢之后 靠近水源的宝自然是要美美地洗上一个凉水澡 画面太美我就自己看了 完事后再在庇护所换上一身干干净净的衣物 接下来必然是要开启美食时刻 打开锅盖之后 早已炖煮的软烂的猪脚 那叫一个香飘四椅 小火宝温下 此时的猪脚温度正好 宝那是直接将其拿到了盘子之中 接着来到了树屋之中 开始准备吃肉 看看这猪脚炖煮的那叫一个软木 吃起来更是肥而不腻 正是适合劳累了半天的饱食的 猪蹄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 很适合美女吃 这一餐吃的饱那叫一个巴士德版 毕竟一整个猪脚肉全部都被饱食完了 可见味道之美 每餐之后 再在树屋之中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 这样的人生才是幸福啊 美滋滋地在树上住了一周之后 宝再次开启新一轮的庇护所建设工作 相较于空中小屋边上就是大河 声音实在比较吵 为此 宝这一次选择的是较为安静的溪流边上 这里不但是取水用水方便 流动的溪水声音也是格外的动听 很适合宝的心境 而在附近就有着一大块平整的草地 在这里建设庇护所 就连场地平整的火活剂都省了 至于建设的材料 老规矩 那自然是竹子为主 取材方便 切割简单 不一会的功夫 宝便砍来了五六根大竹子 再看看宝刻画庇护所位置的手法 竹竿画圆法 不出意外的话 宝的庇护所底部是圆形的 基础刻画完毕之后 便是处理建设材料 宝先是将竹子末端劈砍的 不平整的部分剧掉 接着再利用打野刀和木棒 直接给大竹子来上一击一刀两败 见到顽强抵抗的竹子 宝还实战了一击徒手掰竹的技能 最终在宝不断地修理下 可是获取到了不少的竹条 这些竹条还不能直接用 需要将竹节部分一一地去除掉 以免后续伤手 而在竹条的尖端部分 还需要利用打野刀将它们全部削尖 毕竟后续要将其插在泥土之中 尖锐的端部操作起来可就省力得多了 随后宝按照刻画的圆形直径方位 将竹条两端分别插入进去 这样便是一个拱形了 当然 一根竹条自然是不够了 但是多组竹条一一地插好之后 便是庇护所框架部分的竹条结构 前前后后的 宝一共插入了八根竹条 不过它们可不是框架的全部 因为还需要在水平方向上 利用竹条将其围起来 在交界点处采用竹灭绑杂 这样整个庇护所的牢固性才会比较好 一番绑杂之下 宝可是由下道上的给庇护所 在水平方向设置了四组环绕竹条 当然 门洞部分是预留了出来的 否则没法进去 完事之后 自然是收集墙面材料 不过这一次宝没有采用竹叶作为材料 因为它发现附近有着 类似于滴水观音或者芋头的植物叶片 这种叶片十分巨大 看看即便是小一些的 那也是比宝身形都要宽上一大截 用它们来作为污面材料那实在好不过 防御效果绝对是一级棒 当然 庇护所所需要的植物叶片自然是不会少的 宝可是跑了几次 才算是收集到了足够的叶片 至于叶片的安装也是不难 因为叶片具有着叶柄 叶柄部分不仅柔性不错 而且也是比较有韧性的 将它们直接绑扎在竹子框架之上 那是十分的方便漂亮 考虑到防御效果 这个铺设还是有讲究的 水平方向是半张压半张 竖直方向是由下道上 上部叶片压着下部叶片的铺设 最终用了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宝便将墙面材料给一一的铺设完毕 看上去十分的不错 而且宝还将门洞部分给好好地修理了一番 方便进出 最后这才将带来的防水布给拿了出来 将其铺设到了庇护所之中 毕竟地面潮湿 不铺设防水布的话容易生病 完事之后 宝又在门口的溪水处清理起了石块来 因为他采集来的植物叶片还没用完 在下方构筑起一道石块堤坝之后 再将植物叶片铺设上去 便能拦截水流 最终 宝可是在这里搞起了一座洗澡池来 忙碌了半天的他便可以美滋滋地泡澡了 别看今儿没有太阳 但是温度还是比较高的 家之宝的身体素质没得说 泡澡简直是美滋滋 洗完澡后再到庇护所内 换上一身干净又漂亮的衣服 接下来自然是要来到美食食客 寻找来不少的干柴之后 宝又在庇护所边打造了一个火堆 并且立起了三块石板当作炉灶 今儿的他可是带来了锅具 准备烹饪美食 起锅烧油 带到油温七层热之后 便可以将鸡腿和糯米团子 直接放入锅中煎炸 作为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逗得过色狼 打得了流氓的宝 烹饪技术也是一流 不一会的功夫 鸡腿和糯米团子 便被饱煎炸得金黄金黄的 看起来那叫一个焦香四溢 绝对是好吃到爆的那种 忙碌了半天的饱 早已是鸡肠鹿鹿 来到庇护所之中后 便开始美滋滋地吃起了美食来 鸡腿肉外面裹着面包糠一起煎炸的 一口下去外面焦香酥脆十分可口 里面又是汁水满满 好吃之极 而糯米团子则是有着弹牙的口感 以及浓郁的糯米香味 搭配上鸡腿肉后 那是营养丰富的同时又相得益彰 简直是美滋滋啊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宝便将两根鸡腿和两块糯米团子给吃完了 太过瘾了 最后清洗完毕餐具之后 再回到庇护所 盖上毯子美美地睡下 切压 溪流边的切忆日子是真的舒服 在这里宝也决定尝试制作多种不同的庇护所 为此 过了两天的他 又在距离之前庇护所不到500米的地方 开启了新一轮的建设 不过这一次宝可是没有在草坪之上建设庇护所 而是将溪流之中的石块集中堆放在一起 自己利用石块打造出来了一个平台 准备将庇护所建设在溪流的正上方 毕竟随着天气越来越炎热 这样睡在里面的话 那绝对是清凉无比啊 建设的材料依旧是竹子 宝砍来竹子后 先是测量了一番自己需要的竹子长度 接着便开始按照尺寸将这些竹子切割成段 最后再劈砍成竹条 削去掉竹节部分 接下来便是按照水上平台地面尺寸 编制起竹席子来了 宝的编制方法还是比较的常见 简单的十字交叉编制法变可 毕竟这只是用于铺设在地面之上的席子 没有必要打造太精致 不过话说这个缝隙这么大 那真的是没有问题的吗 然而宝接下来的操作直接震惊了我 因为竹席子不仅是比较空 还特别的长 正当我要惊呼 这是李普他爸给李普开门 李普到家时 没想到宝利用竹子撑起了竹席子 形成了一个拱形的结构 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 这哪里是什么竹席子 这竟然是一道拱形的庇护所 不得不说宝之创意那真是鸭子头顶占青蛙 我直接顶呱呱呀 在将拱形污面支撑好之后 宝又在立柱之上和拱形面之间 连接上了一些水瓶支撑住竹子 并且用竹面绑扎牢布 当然 进口大门处自然是要预留出来的 这效果可以说是十分的不错 至于污面部分 因为考虑到未来有小雨 宝还是先拿出了防水布 直接在拱形面上铺设起来 完事之后的庇护所可以说是很漂亮 不过观察了一会之后 宝觉得侧面有些空洞 需要好好的装饰一番才行 于是乎 便在附近收集来了大量的蕨类植物的叶片 这种叶片看起来很漂亮 将它们铺设在里面上的话 可以说是效果极佳 有一种置身于茂密的森林之中的感觉 周围是泉水叮咚作响 庇护所是宛若森林的小屋 简直是美爆了的节奏啊 而且一番布置之后 宝发现还有不少的植物叶片没有使用了 于是乎便将它们铺设到了小屋之中 看起来更有感觉了 就说这样的小屋又有谁能不爱呢 当然 这般的忙碌之下 宝也是早已大汗淋漓 不过就在水边 用水可是十分的方便 于是乎 大家最爱看见的美女细舍她又来了 美滋滋地泡澡之后 宝简单地给自己做了一餐食 今日份的干拌面搭配香肠 可以说是十分的不错 吃起来那是香而不腻 再看着周围的自然风光 那叫一个氛围感拉满 幸福满满 甚至就连宝清洗餐具 也是显得好似融入到了这个大自然中去了一般 当然 最终在听着流水叮咚之声 就像听着催眠曲一般的睡曲 真是太幸福了 不过说好的是打造几种庇护所 目前才两种 宝自然是不会实验的 于是乎 两日之后 第三种溪流庇护所即将开建 相较于之前的创意满满的庇护所 宝这一次打造的就比较一般了 毕竟创意不是那么容易来的 只见宝先是将削尖了脑袋的竹子 利用木棒直接锤入到地面之下 让四根立柱立起来 接着又在水平方向上 绑扎上了横梁竹子 最后再在顶部制作起来三角屋架来 这种庇护所其实是最为常见的建设方法 三角屋架 竹子框架 不过天气实在是炎热 宝选择最简单的建造方法 还是可以原谅的 毕竟美女都是有特权的嘛 甚至连屋顶部分直接拿来放睡库铺设 都没有树叶 我也是理解的 也是因为这般操作 宝的庇护所打造还是十分的快捷的 完事之后便是这般的模样 比起前两个庇护所来说 自然风格那是少了很多 完事之后 宝在河边平整了一块场地 这个位置可是今儿的火堂位置 在上面升起火后 宝将昨日下山买来的牛肉拿了过来 将其加在烤架上 最后便放置到了火堆之上 做起了烤肉来 撑着烤肉的时间 宝还在水中给自己打造起了 砂石的糖椅来 为啥要做石头椅子 那是因为接下来宝要美滋滋地洗个澡 毕竟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不泡凉水澡真的难受 泡完澡后 再躺到水上糖椅之上 美滋滋地休息一会 等待着烤肉走向成熟 绝对是幸福满满了 最终的烤牛肉烤的那叫一个滋滋冒油 切成块厚 再搭配上啤酒和番茄酱 小河边一座 极品美食吃着 这日子简直是美爆了 不得不说 荒野我宝儿姐 惬意生活它最多 来到丛林之中的宝 先是拿上了打野刀干翻了一大堆的蕨类植物 这样的话便可以获得一块较为开阔的平坦地带 至于建筑材料 依旧是老规矩 长相俱佳的身材 比这个老竹子依然是宝的首选 咔咔咔的一堆劈砍便可以让其彻底的套路 这样的竹子宝可是砍了不少 毕竟需求量不小 在将竹子收集完毕之后 接下来宝便根据庇护所的计划尺寸测量点位 并且拿出了铲子 对着地面的点位开挖了起来 直接挖出力竹深坑 不过这天实在是闷热 没干多久宝便已经是大汗淋漓 不得不将外套脱下方便干活 最粗的大竹子主要是作为力竹来使用 为此宝先是将其直接锯盾 随后便可以放置到挖出了力竹坑洞内 并且采用泥土回田夯实 以便于后续继续施工 从宝铺设的力竹看来 一共是四根力竹 房屋的形状便基本上有了方向 并非是五边形或者六边形的 力竹铺设完毕之后 紧接着宝便拿出了锯子 在每一根力竹相同的高度上 直接锯出一个孔洞来 这些孔洞在放置上较细一些的竹梁之后 便是类似于房屋的地梁或者圈梁了 后续可以在上面铺设面层 至于地面部分的材料 那依然还是竹子了 不过可不是整个的大竹竹子 而是将其劈开 这样的话放置的时候也会比较稳步 毕竟圆竹容易滚动 所有的竹子一批为四后 便可以将其面部朝上的铺设 铺设的过程很简单 只需竹片紧靠着便可以 不过铺设完毕之后的竹片 还需要好好地绑扎一番 在上面加上压条竹片后 再在其左右两端和中间 分别绑扎三个段位便可将其固定牢固 这要比一片片竹片单独绑扎省时省力太多 天气十分炎热 建设的工作量还不小 为此宝也是只有在喝水的时候休息片刻 接着便继续地加快了房屋的建设 在在顶部夹装上屋顶横梁之后 便可以将一批为二的大竹子铺设上去作为屋顶 这部分材料上需要注意竹节部分要打掉 不然不倒雨水 而铺设的时候只是需要互相扣住 这样的话才不会出现下雨时漏水的情况 对于荒野大老宝来说 这点建造技术还是没有太大的难度的 不一会功夫便将屋顶打造完毕了 剩下的便是强力面部分处理了 这部分处理 宝可是没有采用绑扎的方法 而是在大竹子中间直接砍出一道大缝隙 这样的便可以将一根根的竹条直接卡在里面 这种建造方法相当的快捷 就像是搭积木一般 还是最简单的一种放置方法 为此墙面部分可以说是飞速上涨 不一会的功夫宝便将左右两侧立面 以及后面的立面墙面部分给搭建完毕了 这要是采用一块块竹片绑扎上去的方法 那可就要慢上很多了 至于前面部分的立面 考虑到采光性 宝倒是没有夹设墙面 不过出于美观的考虑 宝则是在顶部和底部的四个角处 采用竹片卡在了里面 这样的话 最后的前面部分便是一个菱形的门洞 看起来十分的漂亮 不得不说 宝这审美真是长在了我的眼睛里 漂亮啊 庇护所基本上算是建设完毕了 忙碌了半天的宝 浑身早已被汗水泡湿了好几次 为此这个时候必须要到河边 好好地洗个凉水澡才行 这样的话那是既凉爽又舒服 还能消除疲劳 最后美滋滋地洗完澡后 回到庇护所处换上干净的衣物 将洗了的衣服一晾晒 自己再来到小屋之中 直接躺在床上 美滋滋地睡上一觉 那绝对是幸福满满啊 美美地睡了一夜之后 一大早的宝不仅是换了身衣服 还搞了个火堆 在上面利用竹筒烧开水 至于不远处的竹林 那又是遭殃了 又有几颗倒霉蛋竹子 直接被宝贝带走 不过话说宝的庇护所已经打造完毕 这接下来是准备打造什么呢 这间宝先是砍好的竹子上开凿起了孔洞来 孔洞呈现圆形 直径大概在三零米左右的样子 这样的竹子宝一共开凿了四根 在开凿完毕之后 接下来宝可是拿来了一根石木 先是将其穿过两根竹子 使得竹子能够交叉 接着如法炮制地将另外两根竹子也是穿在了一起 这样的话 当将靠外侧的两根竹子抬起来时 两边便都形成了X形状 而后宝只是在竹子前后端 直接拉入两组竹子 分别作用于原木两侧的竹子之上 大家是不是看出来了呀 宝之前其实在居住了一年多的庇护所处 打造过这种类型的躺椅 躺椅的骨架部分制作完毕之后 接下来自然是要处理椅子的面部和靠背部分 为此宝可是聚了大量的细竹节出来 最后再利用绳子上下穿梭地将这些竹节一一地绑扎在一起 绳子一共有三组 分别在竹节的两端和中间绑扎 这样的话才能将整个竹子绑扎的牢固 否则万一坐上去椅子散架了 那可就尴尬了 由于是躺椅 因此整个椅子面层和靠背的长度可是不短 足足地耗费了五六十根的竹子 这才将其彻底地编制完毕 接下来便是将其安装在椅子上了 安装的过程还是十分地简单的 先是将坐垫部分放置好 再将末端的绳子绑扎在椅子前端的横梁上即可 至于后端靠背的部分 那也是如法炮制即可 操作起来并没有什么难度 不到三分钟 宝便将椅子给安装完毕了 看起来那是十分地漂亮 随后的宝可是迫不及待地坐了上去试了试 效果那叫一个十分给力 调皮的宝甚至还倒着躺了一番 你们觉得如何呢 稍作休息之后 宝的开水也是放凉了不少 利用竹子打造出来的水被美滋滋地喝上一口 那叫一个舒服啊 宝打造的椅子其实还很神奇 因为直接将前后端的支撑竹子取下来 便可以将躺椅收起 这样的话也是方便搬运的 而宝接下来便是将躺椅给搬出去 直接来到了附近的溪流处 最后再将其组装到溪流之中 这是要乘凉的节奏啊 不过话说乘凉就乘凉 你脱衣服干嘛 脱完衣服还美滋滋地在水里面泡起了澡 简直是不要太爽啊 泡完澡之后再回到躺椅之上 舒舒服服地来上一个凉意满满的午觉 不得不说宝真的会享受啊 时间很快地来到了第三天 左享受舒服了的宝 今儿那时直接睡到了日上三杆 这才慢悠悠地醒来 做了几个拉伸运动 舒展了一番筋骨 不愧是荒野生存的妹子 每天必须保持一定的锻炼强度 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野外生活 活动完之后 宝可是穿上长袖拿上打野刀又出动了 看样子竹林大概率又要挨刀了 不过话说宝的庇护所打造完毕 唐仪也制作出来了 今儿的他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只见宝不一会的功夫 就将一颗大碗碗口粗细的竹子直接给放倒了 最后搬运到庇护所后 有意又按照一定的尺寸 将大竹子切割成了一端一端的竹子 随后则是在庇护所前面的空地处清理了起来 很显然 其实这些竹子是用于在这个位置搞建设的 毕竟宝已经开始利用手里铲 在地面之上挖起了坑洞来 在将坑洞挖好之后 接下来宝便将准备好的四根竹子给放置了进去 并且采用手里铲回田泥土和夯实地面 这四根立柱顶部都设置马蹄口的界面 并在一起后可以很好地将后面来的竹子给卡在上面 看起来宝似乎做的是一个平板一样的东西 毕竟它的样子很像在推杠里 不过推杠铃的话 目前还少了杠铃 难不成宝还要自己打造一组杠铃出来不成 只见宝先是在前端再次放置了两根立柱 并且回田泥土夯实 接着又找来大木头 并且利用锯子开锯了起来 莫不是准备锯出木片制作杠铃 有了木片之后宝又再拿上了凿刀 对着木片的钟开凿了起来 看样子还真的很有可能是打造杠铃片的节奏 开孔完毕之后 宝则是拿来了竹竿 将其打磨得较为光滑之后 便将竹竿给插入到了木片的孔洞内 这样的木片一共有着两组 分别装上去并且将其敲击牢固之后 这还真是一组荒野般的哑铃 至于平板前面的两根立柱 那可是放置哑铃的位置 接下来就看看宝的荒野剑身秀吧 走起来 还别说 看起来那真是有模有样的 姿势标准动作优美 难怪宝能够有着这么好的体魄 而且不仅是可以用作卧推 还能用来挺举 下拉等等 可以多角度多部位的运用 锻炼不同的肌肉群 最后后端放置哑铃的力柱也是十分的方便 练习完之后 便可以将其完美地放置上去 不得不说 宝这一手荒野版剑身设备 那是真的帅气啊 我强都不服就服他 给力 十分的给力啊 宝再度出发 不知道又会打造出什么样的庇护所吗 一番搜寻之下 宝可是选到了一处不错的位置 开始利用打野刀清理起了地面来 再将这一处地面清理干净 并且刻画出庇护所的位置之后 宝便决定将庇护建造在这里 至于建设的材料部分 依旧还是采用的是竹子 批砍和收集都是十分的方便 这些竹子先是被宝利用打野刀 直接劈砍成长长的竹条 紧接着宝拿出一根长木棍 再在其两端绑扎上竹片夹子之后 接着便将长竹条绑扎在木棍的两端 长竹条的两端分别绑好之后 便是一个拱形的模样 而这样的竹条还不只是这一组而已 宝按照相同的绑扎方法 那可是先后将多组的竹条给绑扎了上去 整个框架部分的形状也是逐渐的变化了起来 就像是在编织登陆的骨架一般 慢慢的就膨大了起来 当编织到侧面看起来有着135度角度的范围后 宝便停止了继续编织 而是在侧面夹装上了一根竹条 让其包裹住圆弧一般的布置上去 最后赵采用竹面将竹条交界点绑扎在一起 这样的话 整个骨架部分的整体结构性和稳固性 都是得到极大的提升 关键是这样的竹条宝 可是不只是布置了一组 多组竹条上去之后 后续的话布置屋面材料的时候 也会有着更多的受力点 以及绑扎位置 可谓是一举两得 最终布置完毕之后 还需将端部突出来的竹条一一的切割掉 完事之后 这个庇护所的骨架就像是一个半开合的鸟龙一般 看起来十分漂亮 不过因为有这一侧半开口的状态 缺少了一些隐蔽感 为此宝又是拿上了竹条 在侧面设置起了一个非常规的大门 制作模量和方法同前面的骨架部分基本上差不多 不过要小一些 这样的话 便可以在进出的时候将其抬起和放下 属实是不错的设计 至于雾面材料部分 宝则是采集来了大量的绝类植物叶片 以及大量的棕榆树叶片 这些叶片可是好东西 棕榆树叶片比较大张 将其用来当作雾面材料的话 防水性能极佳 为了方便布置 宝将其撕扯成一块一块的 便可以插入到竹子框架之上 不管是从外面还是里面看上去 那都是十分的漂亮 不一会的功夫 宝便彻底地用进口处的门洞雾面材料设置完毕 至于后端的竹框架部分 宝则是采用的绝类植物来铺设的 这样的话 铺设完之后 便有着两种雾面材料 样式十分的漂亮 看看成品效果吧 简直是绝了呀 不得不说宝的这一套庇护所设计的 实在是太精美了 有一种居住在鸟窝的感觉 绝了呀 最近几日天气是越来越炎热 在鸟窝庇护所住了几天后 宝决定换地方了 寻找最位置的时候 主要还是以沿着溪流前行为主 毕竟凉快 在一番搜寻之下 宝觉得这一处位置不错 溪水不大 但是足够凉快 而且中间的地方较为开阔 将周围的石块全部聚集到中间的话 便是一块突出的地面 也不用担心溪水会将其淹没 毕竟这个位置属于水流分叉的地方 只要不是超大的暴雨 一般水位到不了宝堆砌的高度 花费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宝总算是将地基部分给处理完毕了 接下来便是收集建设材料 而附近大量的竹子可是极好的建造材料 不一会的功夫 宝便直接砍来了十多根细竹子 另外还有一根粗大的大竹子 以及一些木棍等材料 随后的宝拿上了卷尺 开始计算长度 最后还可以按照计算的长度切割竹子和木材 以及大竹子 在将大竹子的端部去除掉之后 宝则是拿上了凿子 对着竹子开凿了起来 打动技术一流的宝 很快地便在竹子上开出了圆孔 随即则是对着地基的正中心掏起了石块来 将里面掏出一个深坑之后 又将大竹子给放置了进去 不过想要让大竹子足够地稳定 那必须利用石块将其回填 并且狠狠地压紧才行 做完这部分之后 接下来宝便将两根细木棍 先后插入到了大竹子顶部的孔洞之中 这样的顶部便有着一组十字交叉的支撑架子 借助这两根支撑木棍 宝便可以在上面布置上屋顶材料 聪明的宝先是在上面绑扎出了一个正方形的框架 这样的话后续铺设材料时便会方便得多 随后便可以将准备好的小竹子鞋 一一地铺设到屋顶之上 这样的屋顶缝隙虽然不大 但是下雨还是会漏水 不过近些日子没有下雨的可能 宝打造这样的屋顶主要是为了遮阳 即便是后续有雨 到时候只需在顶部铺上芭蕉叶就可以挡雨了 就此 宝的超大遮阳伞庇护所便算是建设完毕了 忙碌了半天的宝 自然是要开启美食食客了 毕竟饿了大半天了 直接升起火后的宝 可是在锅中煎起了香肠来 而且还是足足的五根大香肠 煎好香肠之后 紧接着又是煎了两个鸡蛋 不得不说这都是高蛋白的食物 毕竟野外生存很耗费体能的 必须好好地补一补才行 在搭配上番茄酱以及一罐饮料之后 接下来便是宝的美食食客 吃的那叫一个美滋滋啊 在这里美美地睡了一夜之后 第二天一早的宝可是起来烧起了热水来 毕竟在野外喝冷水还是不安全 而昨天聚下来的一截大竹子 正好可以当作烧开水的容器 看着空荡荡的庇护所 宝若有所思 随即提起了打野刀 又去到了竹林 不一会的功夫便放倒了一大捆的竹子 最后回来的时候还砍来了两根大树铲 看样子宝今儿又要打造些新玩意儿 宝先是将砍来的细竹子切分成长度 在一米左右的竹节 并且将上面的凸起打磨光滑 不一会的功夫便得到了一堆的小竹子 而后的他又干起了开孔的活迹 将每一根小竹子的端部都开凿除了一组对穿孔洞 这样的话 接下来便可以利用绳子将这些竹子串在一起 不够宝的串在一起 可不是让所有竹子串一起 而是一根绳子 一根竹子 将它们挂在庇护所的屋檐上 就好似挂上了一排排的风铃一般 十分的好看 将整个四边都彻底的挂满竹子风铃 这个工作量可是不小 所拥到的竹子也是十分的多 前前后后的 宝可是花费了两个多小时 才算是将庇护所的风铃挂满了 看起来那叫一个漂亮啊 至于带来的大竹叉部分 那自然不是用来制作风铃的 而宝也是没有忘记它们 只见宝先是将竹叉部分处理了一下 将其锯成了适合的长度 接着拿上了木棒和竹叉交叉的笔划了一番 确定了交叉的具体位置之后 便确定了交叉点尺寸 宝在交叉部位切割了一定的深度后 再利用凿子开凿 将多余的木材部分直接凿掉 接着便将木棍卡在凹槽之中 并且利用钉子加固一番 这样的话稳固性便会十分之好 至于另外一端 那也是如法炮制即可 最后将木棍固定上去 完活之后便是一把椅子的骨架了 看起来可以说是十分的不错 至于椅子的面部材料部分 宝采用的是大竹子来打造 将大竹子劈砍成竹片 再将其均匀地铺设到椅子骨架上面 最后利用钉子固定 很快地做凳面板便被绑处理完毕 最后则是一拉到底 直接将靠背部分给铺设和固定上竹片即可 完事后的椅子看起来可以说是十分的漂亮 宝也是迫不及待地就坐上去试了试效果 那叫一个巴士的板 将其放在水边 躺上去的话绝对舒服的一笔 椅子都有了的情况下 接下来自然是少不了要来上一张桌子了 至于桌子的位置 宝决定直接坐在立柱之上 在立柱开孔和挂上木棍之后 宝又在地面上利用木棍和竹子打造了一张简易的小桌面 紧接着便将桌面给固定了上去 这样的话这个可旋转活动的桌面变出来了 使用的时候只需要在其下端放上斜支撑的木棍即可 可以说是方便得很 不用的时候直接放下来 不影响空间使用 不得不说宝这一套设计还真是十分的有思想有境界 完事之后 稍作清洗一番 宝便美滋滋地坐在了椅子之上 舒舒服服地休息了起来 简直是不要太爽啊 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 这不 宝已经在这里住了两天 第三天的他又开始鼓捞了起来 这一次可是直接收集来了大量的木材 并且对着木材的端部开凿了起来 直接弄出来了不少马口截面 一看就是对后续木材搭接坐的准备 这样的木棍宝一共制作了四组 估计是四根立柱的顶部了 不过放置的位置却是比较特殊 一根直接斜着插入了土地之上 紧接着另外一根才是立主 两根一搭接后 再采用钉子固定住便是这般的模样 至于另外两根木棍的搭接 以及部分也是如出一辙 形成了一根水平 一根斜着的模样 而在它们的中间 宝仙是利用了一根短木棍连接 并且采用钉子将其固定在上面 如此以来 整个骨架部分便被俩的记载了一起 后面的操作就会简单不少 只见宝仙是在顶部铺设起了大竹子来 大竹子一块挨着一块的 很快地便将顶部的平台给固制满了 而后宝又拿上了凿刀 对着斜面部分的支撑木开凿了起来 在上面凿出了好几处的凹槽出来 一看就是要打造梯子的节奏 果不其然 最后宝在开凿完毕之后 便将准备好的木棍直接给固定了上去 并且采用钉子固定牢固 就这样 一个带有梯子的平台便被宝打造完毕了 借助梯子 宝便可以轻松地爬上平台 在上面美滋滋地看着风景 这操作属实是有些牛啊 农忙时节即将来临 在外面嗨疲了很久的宝姐 这一次是不得不回到家中 准备发展农业了 一大早的宝姐起床后 先是将鸡鸭等家禽给好好的投喂了一番 毕竟没事出去荒野生存的时候 这可是极好的蛋白质和肉食啊 菜原子之中的土地也是到了需要打理的时候 毕竟想要吃到最新鲜的蔬菜 那还是自家种植有才行 宝姐先是将菜地给翻了一遍 接着又是重新地隆起了菜地来 将菜园分为了好几块 不过想要蔬菜长得好 那么肥料自然是少不了 而宝又不想用化肥 她要种植有机蔬菜 为此采取了燃烧稻草的方法来给菜地增肥 颇有一丝刀跟火种的味道 在稻草然后完毕并且冷却之后 接下来宝才拿来了蔬菜种子 将它们均匀地撒在了土地之中 当然宝姐的蔬菜种类自然是不能少的 除了白菜等绿叶菜外 宝还在地里面种植了不少的洋葱 到时候不管是做凉菜还是卤肉饭 那都是必不可少的 除了蔬菜外 宝姐最近这几天还有一项最为重要的事情 那便是到了移栽水稻的时间了 水稻种植一般是先育苗 水稻苗长到一定高度后 便要进行移栽 将它们分散栽种 而这个时候必须先将稻田好好地处理一遍 否则一来是移栽的时候 二然是稻田也不适合水稻生长 作为村上一枝花 宝姐不仅是人美心善 就连处理稻田那都是很有一种的 吆喝着老牛利用篱耙就在田中劳做了起来 由于宝姐之前一直在搞荒野生存 这也导致了她的水稻种植比别人满了两天 不少村民都在插秧了 宝姐还在离地 但是一般晚上的几天基本上还是没啥大问题的 利用老牛离地将稻田内的泥巴给弄得更加柔软 完事后宝姐还拿上钉耙 将高低不平的地方弄得平整 不过这个平整度还不够 在移栽水稻之前 宝姐还拿上了大竹筒 在稻田里面找瓶 将泥土面层弄得那是十分的平整 这样的话后续放水进去后 才不会出现高一块底一块的场面了 不过说实话 小时候我也是插过秧的 稻田在老牛处理后其实就完全可以了 不需要像宝姐这般的精益求精 平整好稻田之后 宝姐还拿来了肥料 将它们均匀地撒在了稻田之中 这是提前给稻田增加一道底肥 当然 不是宝姐不想吃有机大米 而是荒野求生的 她根本就没时间用杂草堆肥 也就值得采用肥料了 稻田处理完毕之后 接下来便是移栽水稻羊苗了 此时宝姐培育的水稻羊苗 已经有着七八厘米的高度了 算不得高 毕竟一般羊苗的移栽高度 在七到十五厘米之间都可以 将羊苗放在盆子之中后 后续那便是栽种羊苗了 之所以要移栽水稻羊苗 原因有好几点 第一便是稻谷颗粒小 要是一早就整理好大片的田地 然后按照现在插样的间距播种 那是比较费事的 而且一旦稻谷没长出来 还需要一处处的补种 也很麻烦 二是羊苗的培育可是不容易 集中培育的时候 都需要采用塑料薄膜搭建类似大棚的小屋子 以此来培育 集中培育的空间小 自然也是成本低很多了 这个便是主要的原因了 最后只需像是宝姐这般的 按照15厘米到20厘米的间距移栽即可 之所以间距这么大 也是因为稻谷后续逐渐长高长大 必须要有这足够的伸展空间才行 插羊可不是一个轻松的火 需要行时间弯着腰 还要利用手指将羊苗栽种到淤泥之中 一颗羊苗一次插入 手指可是不轻松 为此离地便十分重要了 从离地到移栽 宝姐一共花费了两天的时间 最后总算是将所有的水稻 给栽种完毕了 回到家后 好好地休息了一天之后 秦儿的宝姐可是没卸着 因为她决定准备做腊肉 不过在做腊肉之前 日常收取鸭蛋这样的活迹 宝姐还是先进行了起来 秦儿可是美得很 直接收到了一筐的鸭蛋 鸭子们这么努力地下蛋 宝姐自然是要好好地犒劳下它们 于是乎制作腊肉先推迟一天 秦儿先给鸭子打造的水池 宝先是拿上了铲子 对着土地挖掘了起来 这一看就是在挖坑的节奏 而且还是一个长方形的地坑 长度在两米左右 宽度的话在一米三四的样子 至于深度的话有个四十厘米 完事之后 接下来宝边开始利用自制的扁蛋 将一块块的水泥砖给调过来 这是准备要用水泥砖 在地坑位置搞建设的节奏 前前后后的 宝儿一共准备了六七十块水泥砖 接着又调了不少的水泥沙浆后 便开始了气柱的活来 只见宝先是沿着地坑底部边缘 倒上了不少的混凝土 接着便在上面气柱起了水泥砖墙来 气柱这种活迹 对于宝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毕竟都是整齐的砖 在野外那条件下 宝都能用不规则的食材打造庇护所 现在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在宝的气柱之下 很快的一个池子的池壁便被它气柱完毕了 接着宝又在里面导入了不少的混凝土 这是要将池子底部打造成混凝土地面的节奏 果不其然 拿上了泥掌的宝 那是对着底部就是一整腐瓶 当然这样的池子需要放置两天 等到强度上来才能使用 次日一早起来的宝可是起来做起了早饭来 新鲜的鸭蛋经过清水洗干净之后 再放入到锅中烹煮一番 最后煮熟后便是宝的早饭了 美滋滋地吃完早饭之后 宝便背上了被笼 准备去往镇上买猪肉 毕竟要做腊肉可是少不了猪肉的 而他目前可是没有养猪 毕竟之前都在搞野外生存 养猪的话怕是得把猪饿死啊 来到路边的猪肉摊之后 这里的商户早已经摆放好了大量的猪肉 宝上前仔细地查看了起来 并且询问了价格 偏远的小镇猪肉价格不高 但是肉质很好 而且大部分都是以羊氏为主喂养的 肉味很足 宝满意地挑选了一些适合做腊肉的肉后 麻利地给了钱 接着又来到另外一个摊位 查看起了一大块的五花肉 制作腊肉其实五花肉部分是最好吃的 不柴不腻 在几个摊位之上 这些摊主都算是宝的老熟人了 为此 每一个摊位上 宝都是羽露均沾 都买了一些适合做腊肉的肉片 人情事故方面那是必须要有的 当然 做熏制的腊肉 很多香料可是不能少的 为此 宝还在旁边的店里面买了不少的香料 最后这才满在而归地回到了家中 新鲜的猪肉买来之后 宝自然是要好好地清洗一番 将它们放在水中之后 还将表皮给好好地处理一下 最后再拿到大盘子之中 这一次饱买的猪肉可是不少 后腿肉 五花肉 以及二刀肉似乎都有一些 当然 还是以五花肉的分量最多 大块的猪肉需要先进行改刀 将它们切割成合适的大小 这样的一来是方便后续腌制入味 二来是熏烤和晾晒的时候 水分会比较快地蒸发掉 前前后后的 花费了十多分钟的时间 宝便将这些肉处理完毕了 接下来那你是要处理调料部分了 宝在腌制肉时还拿出来了不少的小洋葱 也就是红葱头 说实话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腌腊肉需要用到红葱头的 毕竟这玩意一般是做卤肉饭用得多 腌制腊肉必须用到的便是食盐 而且是大量的食盐 宝加入食盐过后 又将拍碎的红葱头给加了进去 接着倒入了不少的香料粉末后 便可以搅拌了 这个过程很重要 必须让腊肉的每一个位置都涂满食盐 否则天气已潮湿或者已热 腊肉可能会出现坏了的情况 为此保解纳食一块一块地处理这腊肉 最后处理好的才放到一侧的盆子之中 熏烤腊肉的话 那必须要有着熏烤的地方才行 宝可是还有着不少的水泥砖 而门前的空地位置便是一处好地方 毕竟只需要垒起两堵墙就行 后面的墙直接用突破充当 花费了20分钟的时间 宝便将砖墙给垒了起来 接着又拿来了大量的果木 将其铺设在里面 用果木来熏腊肉 那绝对是最佳的选择之一 可以让果木的香味融入到腊肉之中去 趁着燃烧果木的时候 宝解便赶紧地利用竹灭串起了猪肉来 这样的话后续将它们挂在竹子上 便可以直接放置到炭火之上熏烤 先后将所有的猪肉都一一地绑扎好后 之后宝解百年开始将它们串到竹子之上 最后再拿到火堆上方 把竹子搭在水泥砖之上 并且将肉块些放置得比较均匀才行 这样的话后续熏制的时候瘦肉会比较好 至于剩下的部分猪肉也是这般的操作 先挂竹子上 再放在炭火上熏烤 不得不说两大串的猪肉挂上去 看起来可是十分的不错 很是期待熏制好的模样 由于是熏制而不是烤制 因此这个时候需要再将烤房顶部采用芭蕉树叶封起来 这样的话下方的活氧气不足 会小很多 同时烟也会大很多 烟熏肉烟熏肉 没有烟可是不行的 趁着烟熏肉的时间 宝也是将鸭子们的水池给装上了水 让它们美滋滋地游玩起来 另外时不时的要去早看柴火 不要让火太大 也不能让其熏灭 看看这熏肉的颜色 真是无比的漂亮 至于最终的烟熏肉到底如何 别着急 还需等待几个小时才行 这种烟熏肉的颜色 还没有准备 什么的 感谢观看